小剑辰 你跑不了 纵使你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战士 但现在 你就获失一条送的牙齿犬 以我一人的区 他们的区 失望 独将独播 我是小剑辰 我已被敌国的三万大群包围 我会东西 半径五百米 尽量炮火覆盖 小剑辰 你就是个疯子 快走 我 刚才不是爆炸了吗 我不是死了吗 小美人 我不是我妈 我不要搭了 你不要搭了 我拿着人家的 叫我 我不是这样的叫 叫得越凶 叫夜我越兴奋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为何我如此命苦 身为大卫公主 却又被逼着去跟异族和亲 好不容易逃出来 就落在这两个禽兽的手里 我 我绝不能让这两个禽兽玷污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还想杀我 你敬酒不止吃法酒 快走 看着新秀的伤 快乐的愁过 都像好人格洒泊 一句千里快载 醉前犯错落 不秀不相逢 天下一世间静活 英雄多战略 走起一场河 愿无靠靠 你身上一剑天下 你别过来 别过来 没有东斩又出 不是我爱死你的 不是我害的你 姑娘 这个世界上哪来的鬼啊 手是热的 看来它不是鬼 你就这么对待 你的救命恩人不太好了 多谢公子祥救 敢问姑娘这是什么地方 公子 这里是魏许州边境的长福村 三日前 匈屋进犯许州 刚刚 要不是公子祥救 我恐怕就 匈屋入侵 看来不对什么时候 一族亡我之心不死 勇士们 举起你们手中的刀 人留下 男人 全部杀死 不在 这些人不能杀 你忘了父王临心情的嘱托吗 我这的大为百姓 比死人更有用 他们将是我 匈屋战场上的戾气 你蛮子 我与你们施波两立 我没看错了 你那是小炸子 我亲自给他拽了施波 他怎么回事了 小子 跟我匈屋勇士 缠斗这么久 你 不错呀 一族蛮子 我杀之如图狗 捕蛇之力 本将军愿与你公平一战 生 本将军自然放你走 不快呀 本将军也不会杀你 你只需要 这里所有的村民 全都杀光 我托鸣状 我托鸣状 屋 毕以后代 我杀你如宰鸡 还不快下马收死 这是该死的东西 本人早就贴了告示 让我们早点撤离 要不是因为他落水 耽误了时间 匈无兵也不会把我们抓住 十几年前那场恶劫 怎么没把他逼死 这下把咱们都给害死了 不散大卫援军马上就会杀到 旗下此人 我们也该离开了 好 很好 本将军 欣赏你的勇气 撤 什么刀法 能杀你的刀 快 忘了不散将军 少废话 我给你分析时间 马上放人 狗子就杀了你 你真的以为 赢定了吗 众价是庭令 死人敢动手 扔这里所有的村民 全部杀光 死人敢动手 你们便将这里所有的村民 全部杀光 放开我 小傻子 你赶紧放开副团将军 你要害死我们的 真是祸害呀 想不到我们长福村这一带 竟然会毁在一个小傻子身上 你混质 你们还是我们大卫子灵吗 怎么这么没有鼓起 小公子 你别听他们说的 你快逃 日后一定要为我们报仇 吴赞 你当真不怕我杀了你 杀了我 这里所有的人都得陪葬 包括 你身边的这位美人 无耻之徒 小公子 你快逃 别管我 吴赞 你赢了 来人 拴到我的马屁股后面 这小子 好好吃吃苦头 其他人 全部带走 起来 快点 李将军 前方探子来报 长福村空无一人 已被凶屋全部带走 还是来迟了一步 长宁公主便是在此地一带失踪 可千万别 当真 我等是否还要继续追击 追 凶屋侵我大卫边境 掳掠我大卫陈敏 此仇不报 枉为人子 驾 小公子 你的手 没事 以前我参加魔鬼训练 那可是用吉普车拖刑 这不算什么 吉普车 傻子就是傻子 满嘴胡言乱语 我说姑娘 你可得把眼睛擦亮的看着 啊 我们被凶屋抓到此处地牢 全都是因为他消杀的 诶 诸可 老海 如果我们是天臣奋力拼杀 我们早就死了 村长 你别偏袒这个大傻子了 凶屋市民本身就没想杀我们 要不这小子瞎搅和一阵 人早把我们给放了 雄巫人野蛮残暴 称我大卫子民为两脚羊 怎么可能会好心放了我吗 我们只不过是完死几天罢了 姑娘 此话怎讲 萧公子 你有所不知 雄巫人履略百姓 每次攻城之时 都将百姓赶到战场上 都为死事所用 下一次雄巫攻城 恐怕我们都得死 一族可恨 总有一天 要踏平雄巫 小萱 小萱 你别吓奶奶 大娘 我略懂医术 可否让我试试 这孩子已经没有卖下了 什么 他想他死了 这刚刚还好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突然才就死了 小傻子 你在靠近小萱 我跟你拼命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大娘 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死了 死了你还不让他暗示 你要是不想让你孩子死 就给我让开 他现在已经没有卖下了 卖伏不代表生死 大娘 我且问一下 小萱有没有心脏命 心脏病是 是什么 曾经有郎中说 我们小萱得过心脂 我猜得没错 真可笑 你个傻子竟然想救人 果然不愧就少了 十几年的白痴 只要一个死人救活 恐怕也只有你小傻子 能想得出来了吧 天臣 人死不能复生 你 萧公子心事早早 莫非真懂起死回生之术 可这救人之烦 为何我从未见过 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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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萱呢 这个傻子竟然把人救活了 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 我就不见 按几下声 能把小孩给救活了 这怎么可能 萧公子是怎么做到的 哎呀 天臣呢 谢谢你救了小萱 大娘 我以为吧 大娘 大娘 你先起来 哎 哎 大娘 我也只是尽力一事 是小萱 命不该绝 你们想干什么 全部带走 是 离国主 您要的俘虏 已经带到 不咱将军辛苦啊 嗯 谢国主 本王有爱民之心 今大魏皇帝 魂溃无能 治理下的百姓 名不聊生 本王 特遣将士 前去解救而等于水火 他 原本也是大魏的百姓 但大魏 并无识人之能 既然逃命之后 来无识物 如今 亦是我 雄无国士 二等 可运归降 在下 多谢国主 昔日赏识之 主位 都是我大魏的同胞 国师在此保证 只要你们愿意归降 国主必将后里待之 你个狗腿子 还在为你主人腰 臭傻子 你懂什么 国师这是识 失误者为俊杰 国主 小的也愿意成为 凶屋的臣民 还求国主 饶了小的一条狗命 就是 你个傻子 闭嘴 嘿嘿 国主 听说 凶屋的士兵 英雄无比 小的相信 假以时间 必定能够 一 中原 你 你无耻 你老不死 你不想何必戴上我呢 儿章的小丑 赶紧中原 可笑至极 你杀了我 来日 大魏 你将踏破你胸污的王庭 给我们复仇 放肆 来 我把他给鬼王拖出去 剁碎了胃狗 大胆 小天臣 竟然当面行刺国主 好大的胆子 他人呢 此人带下去 杀 不散 国主 这个傻子 杀了凶屋 做好几个勇士 国主 万万不可 尤其兴 对对对国主 国主明见吧 这小王 与我毫无关系 他竟然敢行刺国主 还请国主 赐小的一把当 小的要牵手上了他 好歹是 一个 敢当面行刺本王的人 若是没猜错 你便是那个 胜了不赞将军 肖天 与国主 那个只是臣 一时大意轻敌 不小心 这小子钻了空子而已 是又怎样 能算不赞将军 想必身手不错 福建 亦是我胸无福 何不如同博士一样 为本王效力 中华富贵 本王都能满足你 好让我给你们当汉亲 休讲 父王 如此人才 如能收服 必定会为我胸污 再添一门虎将 公主此言差矣 行似国主之事 岂是儿戏 此人万不可招想 应尽造除之啊 国师还真是心狠手辣 对待一国同胞 尚且如此 讨若我胸污日后 遭受大难 想必国师 也会像今日这样 在我胸污背后 捧上一刀吧 公主说笑了 礼人 对胸污 对国主 忠信天地可见 好了 你二人 无需争论 永然 你不在的这几日 国师为我胸污 新作一首诗 你们大魏一向自虚 轮到昌盛 比一只棒 是周边诸国 皆为野蛮奴隶之 今日便以诗作 义争高下 只要你们中间 有一个人做的诗 能比得上国师 本王便放儿等一去 本国师这首诗 乃是陪同国主 独占三军所作 二等听好了 雄无勇士 以长歌 无缘缘上 马正肥 逼之未将 未骁勇 会当 宣夜赵王庭 问前中餐 文字义 顶分九支 重几何 好 好啊 国师做的好啊 将军前半 还有两句啊 中军相关探诗色 元旭落谱 出狼诗 好 好啊 做 好诗 此诗 颇有气概 更是将 雄无比会 问顶中原 这八个字 藏欲其中 国师有心了 多谢国主夸赞 你们 谁先来做一手 这破玩意儿 也配叫诗 禀国主 小的愿意诗 如果小的做的诗 能让国主满意 请国主 杀了死人 还望允蠢 好 我答应你 本王倒想听听 能做出什么家座 小天辰 你这下死定了 我做的这首诗 初见凶詹包时 有感儿吧 远看詹包 飞乎乎 上面系来 下面粹 有朝一日 翻过来 下面系来 上面粹 混账 狗屁不懂 真的本王不懂 足弱在胡言外 本王 定有你向上人走 国主让面 国主让面啊 你大魏 以文字 傲 称我凶巫为蛮子 如今 却连国师随口 应诵的诗词都比不上 看来 你们大魏 所谓的文道传承 也不过是虚名罢了 本王再给尔等 半个时辰 若是尔等 接下来所做的诗 依然这般水准 休怪本王无情 一个小小的狗腿子 做了一个小小的打油尸 也叫好尸 你们还真是一群 蛮一只 这种垃圾 也配叫尸 放肆 小天臣 你肯定废了 有什么资格做诗 哼 我得让我看看 我说是 古来问道分极兄 圣基黄金向游巫 寒根王挺 气行全 至今英雄 当乃是 恨同流俗 战波满 胸中还位 同死 哎呀 好诗啊 虽然我不懂啊 但是我这个 听大胆上变神 却有戏事 国主 此人坐在室上藏尾时 他竟敢辱骂我们 凶屋 这是蛮子 啊 你 竟敢戏弄本王 来人 把他给本王拉出去 砍了 且慢 父王稍安勿躁 此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做出一手藏尾 看来也是有点本事 本公主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做一手称赞我胸污的事 不许再耍心眼 否则让你人头过地 看来你们也不算于处 既然让我作诗 那我就作给你们听 我中原文化传承千年 代代都有锦绣文章 今日 我就让你们这些蛮夷之人 掌掌剑士 徐州长云 暗雪山 乌城遥望 御门关 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凶屋 终不还 好事 好事 一句不破凶屋终不还 我大魏男子 就该如此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凶屋终不还 想不到萧公子 竟有如此之之 拥有如此高的武力 还能做出如此家座 这个男人 怎么会这么厉害 好一句 无破凶屋终不还 我凶屋 若是得到此人 可愁大事不成 小天臣 你找死 此人绝无投降之心 您若放回大魏 实在放虎归山呀 国主 请尽快下命令 不杀此人 来人 你不忘 打下此人 就凭你们这些 鸡灵狗碎也想杀我 小天臣 不可冲动 干什么 放我 你最好别挽动 否则别怪我的刀划破你的喉咙 小天臣 你快放了柔然公主 我女儿 伤了一根寒毛 本王定将天刀万挂 都别过来 背后 我早就知道你们的卑鄙无耻 别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 马上把我们放了 否则 我就杀了他 父王 杀了他 我凶屋的勇士 从不畏惧生死 请尽臣 我王答应 只要你放了柔然公主 本王马上让你们离开 别不断 好 只要我们到达大卫 我就放了他 王子 我就让你女儿陪葬 小天臣 还放了公主 卧主只想要你的命 可没说不放我们走 什么呢 你是想拉着我们一起陪葬吗 小傻子 用你一个人的性命 救了我们所有人 全村人的都会感激你的 赶紧 赶紧把公主给放啊 我只给你十七的时间考虑 十七到 我就杀了他 小傻子 小傻子 此人 此人 此人怎会如此熟悉 公主 你乃是大卫的长宁公主赵宁轩 什么 赵姑娘是长宁公主殿下 他就是此前 魏国前往我匈污和亲的公主 我 没错 大卫的长宁公主 曾在和亲的路上走失了 我早已派人去寻找 没想到他居然混在流民的队伍中 你 你 依照大卫的规矩 你已经是属于我熊乌国的女人 到本王身边来 本王可免你以前的忤逆之罪 你休想 你就算杀了我 我也绝不会嫁给你这个蚂蚁之人 成宁公主 你可要想清楚 两国和亲 公主 私自叛逃 不光是我凶物 无法容忍 就算是你们大魏 也在乎你的藏身之处 若是父皇怪罪下来 我自会一死谢罪 但是我的清白之身 绝不会被你等一族玷污 说得好 就凭你们这些亡两小丑 还想玷污我大魏的公主 真是心妄想 时系已到 你到底放 还是不放 国主 公主乃千金之决 伤害不得 国主 好 萧尽尘 让我答应 你们走吧 不过 是干伤 族人公主 本王 绝不会放过你 走 走 我了解我父皇 他是不会轻易放你们离开我凶物王庭宫 放我 我保证可以让你们安全的 如果再相信你 我就真成了傻子 我告诉你 就算我死 我会拉着你燕飞 你 大将军 待会我们制造出骚动 请你务必一击击中 射杀车跌尘 放心吧 将军的剑法 百发百中 站住 小子 我放开公主 今天休想离开王庭 这 这还有个美人呢 小子 把这个美人也给我留下 听说 还是个什么大魏的公主 我肆尔肯定不一般 哈哈哈哈 好果不挡道 回开 你们国主已经答应了放我们离开 你们难道想违抗王命不成 拿车去 准备 国主答应 我们可没答应 几百年了 就没有中原人能够活着走出我们 休门王庭的 日子上户 休门王庭 不对 他们在拖延我们离开王庭 你是说 他们不打算放我们离开 他们真的不顾及公主的性命吗 这里是伏击的绝佳地铁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在这里伏击地铁 杀铁 在那 该死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位置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将军 身上一剑 小公子小心 你们在干什么 难道想刺杀本公主不成 看来你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如果不想你们公主死的话 让开 让开 快点 拿车去 你刚刚这一剑 是想杀了若然公主吗 此次 以公主威胁我凶物 实在是太过可恨 如果杀了此次 将军实在是难咽下这口恶气 将军 国主有令 万不得上了若然公主 看来 与王庭忠实无法杀了此次 将军派兵跟随 紧急行事 万不能让公主 待之大位 只能如此了 小天臣 前面就是大位的边境 你究竟什么时候放我走 我要是现在放了你 身后的凶屋士兵引用而上 行而死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再放过我 等我们到了大位的境内 我自然会放你 你 没理无耻 比起你们凶屋 我是 小天臣 如今已经到了魏国边境 还不快放了公主 等我们到了大位 我自然会放了他 全无可能 凶屋国传统 战死的勇士 没有被俘的士兵 上之国主 下之普通士兵 公主 一再自裂 你先放这些村民 让他们安全到我大位 我自然会放我公主 不在 别管我 把这些人都给我杀了 我今日受到的屈辱 也是我凶屋的耻辱 我绝不为我父王和凶屋丢人 嗯 公主说的对 正架是天灵 三星之后 此人 还不放了公主 让这里所有的人 都遂是万乱 大将军 不文不可呀 滚开 是死的国主在此 会做出跟本将军相同的决断 我是 凶屋人 容不为毒 这是凶屋的荣耀 秦辰 保护我常灵公主 秦辰 我给你拼了 自量力 秦辰 不要怪我 快走 快走 滚开 赶紧走啊 快 啊 啊 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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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给我砸碎 呀 公主 公主 上 锁为 找 Д 你 如何 这 裳 展 川 庭 周 而等蛮衣 他敢欺辱我大卫公主殿下 天策将军郑廷玄 老子不跟你玩了 末将就将来时 还望公主殿下恕罪 郑将军无须多礼 将军为我大卫书边守卫 何罪之有 萧公子 你没事吧 公主殿下 此人是 这位是萧公子 我能逃出汹汪王廷 都怪了萧公子 萧公子 你给我受伤 我没事 小小一组蛮子还伤不了我 大胆庶民 敢敢玷污公主殿下的万金军去 赶紧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 郑将军 萧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得无礼 公主殿下 此人来历不清 恐是一组奸细 来人 把此人带下去 给我息息室闻盘场 我看谁敢 萧公子一路忽悠本公 劳苦功高 又庇护了长福村诸多百姓 郑将军 你说萧公子是一族细族 难道本公主也是吗 臣不敢 郑将军 我这个小小的村民 想问你件事 说 一族蛮子 在许州烧杀抢掠 你可知道 自然知道 既然郑将军知道 那我请问你 他们在我大魏境内 气如百姓 你可知道 你身为戍边大将军 你戍的是什么边 守的是什么位 庶子 谁以为本将不敢杀你 动了 我说了 萧公子绝对不可能是细族 郑将军 你连本公主的话都不听 难不成 你是想造反吗 公主殿下 是本将鲁莽了 来人 护送公主殿下 回京 是 糊涂 堂堂大魏公主 竟然半路毁昏 如今 又公然返京 此事 必然激怒凶武 朕以和亲为名 稳住凶武 如雪 四国之打击 彻底毁于一旦 朕怎会生出 如此不孝的女儿 才想 此事 你觉得该如何是好 陛下 公主 毁昏返京 已成定局 必然会 迁怒于雄巫 此事 等雄巫使者 来京之后再一无事 而言下 大魏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结束西境四国的战争 我大魏地大恶魔 待兵强马撞之后 再徐徐途之 收复师弟 到了四国 和兵一处 兵风直指京城 到那个时候 我等皆是大魏的罪人了 没君之急 可怕朕 也只有 猜想着 这一条路走 你下握心昌态 实乃明君 此乃我大魏之福啊 明轩 你好大的胆子 父皇 父皇 儿臣不愿嫁去雄巫 并非儿臣不愿受蛮荒气憾之苦 只是儿臣觉得万般羞辱 还望父皇恕罪 委屈 你有什么委屈啊 身为皇家子女 这是你理应承担的责任 朕万万没想到 你竟敢忤逆朕 擅自逃魂返京 公主殿下 此事你大错特错 陛下心系万民 方才想出和亲之策 如今 我大魏毁昏 便已烙人口舌 为了抵御西域四国 我大魏一欠全部兵马 倘若匈乌再度大举入侵 将再无一兵一族抵御 父皇 儿臣 非开万死 只是公主和亲 我大魏当真已经 缠络到了这种地步吗 军国大事 你竟负导人家懂什么 银轩 你成大祸了 偌大的大魏 就想着让一个女人来拯救 真是可笑 大胆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在陛下面前大呼小叫 堂堂的皇帝 不想着对敌之策 竟想着割地卖拟 就算是公主驾鱼凶乌 能保住一时的平安 能保住一世吗 反了天了 真乃一国之主 朝廷大事 喜容你这皇后小子 在这搬动是非 大人 就拉下去扎了他 父皇 小公子是儿臣的丢命而人 与其将儿臣嫁于一族 生不如死 不如父皇就在此地 给儿臣一并杀了 你 好 很好 你想死是吗 那朕疑了你的心愿 大人 把公主一臂带下去 责任问朕 陛下 陛下在生怒之下杀了公主 恐怕无法与凶乌交代 来人 把公主带下去 没有朕的命令 不许公主踏出公文半步 萧公子 是我连累了你 没事 陛下要是真的卖女求全 割地赔款的话 定会遭受到千夫所指 你要知道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一旦动摇到国际根本 被赶下台的皇帝 可不在少数 我相信你父皇 他不会如此愚蠢 萧公子慎言 此地乃是皇宫 不必寻常 隔墙有耳 要是萧公子 这番大逆不道的话 流传出去的话 可是沙头的大嘴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萧公子果然不是一般人 竟能对国师有 如此独到的见解 多谢公主夸赞 萧公子 你一路护送我回京有宫 可有什么想要的赏赐 前世我身为特种兵 身手倒是其次 若是能有把枪 萧公子 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想别的事情 赏赐 我倒是 有一件东西想要 不知道公主有没有 萧公子说笑了 我大卫皇室 珍奇宝物无数 萧公子但说无妨 不知公主可曾见过一种 名为萧史的灰白色石头 一旦遇火 就会发生剧烈爆炸 会爆炸的石头 我还真见过 去年宫中有一次 火光充电阵声熔熔 我曾听父皇提起 就是萧公子你说的 这种石头引起的 公主 此物对我有大用 还请公主帮我拿一些 另外 帮我请一批 工匠过来 工匠 萧公子是要做什么呀 我想打造一件兵器 一件绝世的好兵器 一旦成功 什么西境四国 弹指尖 便可灰飞烟灭 什么兵器 能将几十万大军 一扫耳空 萧公子 莫不是在开玩笑吧 别说是几十万大军 只要批量打造 这种兵器 就算是再多的军队 也都是土鸡娃狗 萧公子 你看 这种石头 是不是你所说的消失 没错 这就是消失 公主 这种消失 宫中还有多少 不多 没几块 但是我听说 这种石头 是从京城外的一名 店户手中得到的 想必此物 应该还有不少 那就太好了 公主 此事一定要保密 物要外传 这一道早 公不主事 就让我等匆匆进宫 面见公主 你说公主召集我等 是为了什么 难道 是想做些什么小玩意儿 怕什么 我听说 公主先前被派去和亲 半路又逃了回来 陛下龙颜大怒 你将公主进族 长宁公主 早已施了恩宠 你我也不用太过放在心上 别说了 公主 快走快走 萧公子 这二位是公不请来的 能功巧匠 二位功臣 我想打造一件 宁为火枪的兵器 此兵器构造十分的严密 还请二位 多多的费心 我等凤赵为公主殿下打造器物 你是谁 各位朝臣家的公子 我可都认识 你是何官何品呢 有什么资格拆遣我们 一件兵器能巧妙到哪里去啊 你去城中找个铁匠铺 问一问 公主啊 下官乃是公不朝臣 你要想玩呢 何必为难我俩呢 本公主再不计 也是大卫公主皇室选脉 岂容你等再次放肆 萧公子是本宫的天身侍卫 萧公子说的话 就等于本宫说的话 二位师傅 此兵器 一般的铁匠 还真打造不出来 不妨二位先看看图纸 再做决断 我倒想看看 一个小侍未做的图纸 能有多惊喜 故弄全须 此物构思 竟如此精妙 班机带动唐剑 此物与莲奴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 此物所需材料 却是生铁 这么小的东西 竟需要 如此多的部件 进行组合 如何呀 二位 可否能做出这件兵器 小侍卫 这图纸上的兵器 构思可谓是 天马行空 我等要多些时日 好好揣摩 无妨 此兵器 非一朝一夕 能够打造完成 你们可以将图纸 带回去 仔细地研究 如果有什么 不懂的地方 随时来问我 公主殿下 萧氏伟 臣告退 公主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萧公子 你但说无妨 我想要些人手 最好 会一些格斗技 这 萧公子 按照我们大魏的律法 圈养私兵可是重罪 虽然我是公主 但此事 公主误回我的意思了 我并非为了一己私利 而是为了大魏练兵 我有一套 独特的练功体系 一旦成功 未来的将士 以一抵失 甚至以一抵百 不是不可能 萧公子 你拿着这块令牌 去找公中 禁卫军统领赵月 若是他同意 他自然会交给你 一部分禁军 若是他不同意 本公主也没有 更好的办法了 多谢公主 赵统领 我来戒掉几名人手 小侍卫 虽说是公主进位 可调兵一事 只有陛下亲笔手遇 此事啊 我讲无能为力 赵统领 我只是戒掉几名人手 临行前 这是公主赐予的令牌 这与令牌无关 宫中禁军 只听陛下命令 公主 也无权争调 赵统领 听闻陛下 是为了督促大魏的将士 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大比 各地的精英部队 都会前来参加 而郑廷轩 则是五年大比第一 所以夺得了 天策将军的美称 而你的禁卫军 则每年都是第二了 郑廷轩他统帅边军 实力 咱没法和禁军相比 萧侍卫要是过来 接本将军的短的话 现在可以离开了 赵统领 若使我有办法 让你的禁卫军 在下一次大比中 夺得第一呢 就凭你 我承认 你是有几分实力 能把公主从边境救回京 可这三军大比不是儿戏 我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到你个外人手上 小侍卫 恕不远送 以我看来 你们禁卫军 不过是一些酒囊饭袋 放肆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妄议禁军 给本将军滚出去 刚愎自幼 明顽不灵 难怪这么多年 你都争不过郑廷轩 你和郑廷轩 也就是半斤八两 你懂什么 边军常年生死磨难 历经杀伐 我等禁军守卫王城 当中的差距 远不能同日而遇 比人不才 刚好会一些练兵的兵 若是赵统领 戒掉我人手 下一次大比 我一定让禁卫军 夺得第一 若是拿不到第一 任由赵统领处置 你可敢与我复将一比 有何不敢 好 小侍卫 这两位副将 都是我禁军中的好手 你若能胜其中一位 我便答应戒掉兵马 小侍卫 选一位吧 不用 一起上吧 看来萧侍卫身手不凡嘛 让你们两个一起上 和萧侍卫过几招 一起上 这明显是看不起咱呀 要是被我们打残 打死了怎么办 若是伤了我 我便从这儿 爬着走出去 你们服还是不服 服了服了 好身手 好身手 萧侍卫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在宫中当一个侍卫 真的是屈才 可想来我禁军当一个副统领 副统领一直 还满足不了我的心愿 我要的是 大魏天侧将军 赵统领 坐我军内麾下将士 也算是半个禁军之人了 你放心 明日 我便征掉几名禁军给你 你说本公子睡得好好的 一大早就被我爹给揪了起来 这遭了哪辈子你 这也不知道赵统领 发的什么疯 我改名就让我爹 在陛下面前参参一本 哥儿几个在禁军里面当差 就是图个清境 这下倒好 吃屎啊 赶上热乎的了 谁说不是的 难怪赵越答应的如此爽快 我就吃得有蹊跷 这是给我送了几个公子爷呀 你们几个 就是赵统领 借调过来的禁军 这难怪能当上公主的禁卫呀 这少白脸长的 还真不错 萧侍卫啊 不知你费尽心思 把哥儿几个争调过来 所谓何事呀 你他妈敢打我 够东西 知道我爹是谁吗 你是找死是不是 本公子事是看明白的 死人是来找茬的 给我上 兄弟们 让他们知道 咱们哥儿几个的厉害 我们错了错了 不打了不打了 小侍卫 我给你跪了 我们哥几个 不过在禁军里面 困个名头 你大人有大量 你放我回去 我给你做个牌坊 还不成吗 我等在禁军中任职 不过是应付差事 小侍卫 你武功高强 我们 我们对您 佩服的五体投地 少爷老财 我与你不贡那天 你们一个个 吊儿郎当顽固 虚服 有几分军人的样子 我大魏之所以遭受异族的屈辱 就是由你们这帮猪虫 套护了国体 对对对 小侍卫说的 我完全赞同 我们都是 猪虫 废物 您就把我放回去吧 既然赵同里把你们送到我这 想走 绝无可能 就算你们是烂泥 我也会结结实实地 把你们粘到墙上去 抬头挺胸 师父 从今天起 我萧天辰 就是你们的教官 萧首尉 这 教官是何物啊 我之前说过 没我的命令 不许讲话 你耳聋得不成 军人的天职 就是服从命令 你们身为大魏的士兵 在我萧天辰手里 就要做到 定行尽职 是清楚了吗 是 都没吃饭吗 大声点 是 总算有点精细神了 都给我看清楚 接下来 就是你们要训练的科目 都给我看清楚 现在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问 小教官 这第三种 像木桶一样处着的 此法是练什么类啊 此法名为战军资 是磨练你们的意义 提高部队的经济神 以炎武场为中心 十公里越野跑 向右转 开始跑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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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站好了 君子时限 两个时辰 不是 小天神 你只不过是宫中小小的侍卫 别蹬鼻子上脸啊 我等是打不过你 但我等也绝不受此欺辱 两个时辰 小教官 你没有开玩笑吧 时辰会不会太长了一点啊 是啊 教官 屈辱 你们身在京城 可知道大魏边境的那些百姓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族蛮子 烧杀抢掠 破不作 你们晒几个时辰的太阳 就变成欺辱了吗 要是想当顽固 等着一族 攻破惊强的大门 倒不如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想立不施军功 给家族营的荣耀 封厚败相 就给我好好练 都给我炸好了 接下来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特种作战法 一名剑客 与敌人家路相逢 哪怕对手 是天下第一的剑手 明知不可畏 摇亮出自己的宝剑 下午将逢雍者胜 特种作战 就要有特殊之法 比如侦察 袭击 破坏 暗杀等 就站好 特种作战法 并非是与敌人 正面搏敌 而是孤军奋战 比如侦察敌人的大营 断气粮草 乃至 斩杀敌人的主将 各种作战法 要有尖如磐石的意志 精锐的武器 乃至万众无疑的身手 而你们现在 充其量 不就是一团狗屎 你是狗屎吗 我不是 脸色苍白 整日阴久作乐 被九色掏空的身体 连战都站不稳 还说自己不是狗屎 萧天辰 爷爷我三点同居 祖上就跟太祖 打下江山 你怎么敢把我狗屎 收起你祖上的荣耀 混来的你 将是我大魏的一柄利剑 东哥战虎 从今天开始 你们没有名字 只有代号 用你们热血的身躯 去捍卫 我大魏的铁血长城 经过多日的训练 你们已经掌握了 特种作战的基本能力 接下来要训练的是 你们要多磨合 三人之间配合作战 过几日 再配上 我新研制的武器 你们在大魏境内 将再无敌手 萧教官 你所说的火枪 到底是什么武器 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火枪不足九尺 便于鞋带 扣动扳机 便有风驰之音 十步以外 火枪快 十步以内 火枪又准又快 赵统领今日 怎么有时间来这 莫非是 要检验练兵的成果 我是想你呀 萧侍卫 明日就大笔了 练得怎么样 萧侍卫的练兵之法 莫非是这样站着 此法 只是训练的意义 我头次听说 练兵是站出来的 意思是大魏的将士 站着不动 就能威震天下了 哈哈哈哈 闭嘴 你是什么东西 敢侮辱萧教官 不会以为 晃的主子便厉害了 你 小侍卫 将士们对于有你 代表进军 参加三军大典 后卫部门 不如 让他们比试一下如何 好啊 刚好试一试 最近他们练的成果 就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吧 你们三个一块上吧 我也正有此意 打你们两个 我一人足矣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不堪一击 赵总理 当日你送来的 可是妥妥的三坨万尼 今日再见三人 感觉如何呀 一段时间不见 犹如脱胎换骨啊 我当时还怀疑 萧侍卫 是否有能力练兵 如今看来 是本将眼拙了 卑鄙无耻 真是下三滥 若是在战场上搏杀 你二人早就没命 好了 起来吧 我金卫军说得起 萧侍卫的练兵方法 果然是非同凡响 这次大卫 全军大比 我金卫军 滚仓胜券 萧侍卫 不知你可否将 此练兵方法 传授于我 黄金珠宝 银两冠绝 只要是我 赵岳能做到的 尽管说 赵总理 不是我不愿意 将此法传授给你 只是 此兵法 不适合 多人大规模训练 而适合 小谷的精英战士 你若是有意 我可以 去挑选一些将士 亲自训练 好 一言为定 哈哈哈哈 那明日的三军大比 就看你了 父皇忧心国事 本宫并体全域 此次大比 由本宫负责 三军大比 一为武 二为战 武以阎武场为基 战 则是以沙场推演 战术统兵 胜者 赏千金 封职 天策将军 太子殿下 卧将有一事不明 这几人不属我边军将士 又不属进军 为何会出现在 此次大比的阎武场 禀太子 萧侍卫加入我进军 本次大比 萧侍卫 全权代表我进军参加 郑将军可有意义 哈哈哈哈 赵统领 你到底是被这个小子 下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让一个小小的侍卫 来负责进军 还带了这三个 最有名的顽固 莫不是赵统领 脑子进水了 不急挖口 不堪一击 你 好大的口气 这死活的东西 一旦上了阎武场 便是生死不论 希望你一会儿 不要在本将面前 跪地求饶 而等皆是我边军中的高手 一会儿上了阎武场 切莫手下留情 我要让这小子 命来没命回 是 三军大笔 开始 小秦辰 小秦辰 如今就剩你我二人 本将劝你现在跪在本将面前求饶 说不定 还能饶你一命 郑将军 你曾言 我只会口舌之力 今日我就把这句话 原封不动地送给你 莫非郑将军 是靠嘴皮子 当上的身边 将军 小秦辰 你找死 我要了你的命 太子殿下 大笔禁令 不得使用刀枪剑戟 正面前此举 分别是想行凶杀人 请太子立即中斥大笔 就就伤安勿躁 郑将军竟然不顾尽力 郑将军 你死败了 还不快听走 天色 贵 小秦辰 你给我放开 这里是皇宫 太子殿下就在旁车 你能够杀我 难道只准你想杀我 不允许我杀你 别说太子殿下在这 就是皇上在此 我也敢杀你 大乃 还不快放开 郑将军 小舍们 万不可鲁莽 此次大笔 乃是为了绝食我大卫的天色将军 郑将军不顾禁令 此时我定会禀明复华 太子殿下公允 暂且留你一命 小秦辰 本将军告诉你 大卫 连皇帝都不敢杀我 朝一日 本将军要将你错骨扬灰 郑将军你报辞 竟敢公然威胁我禁军教头 不要以为你手握兵权 就可以无法无天 这天下是大卫的天下 他不姓郑 他姓郑 郑将军率领边疆战士 玉学奋战不假 可禁令乃是陛下钦定 郑将军 你越界了 太子殿下 本将路吧 还望殿下输罪 无比结束 战法推演开始 此次战法推演 为大卫边境与四国征战 郑将军为大卫统帅 自然知道战事情况 萧氏卫为四国联军统帅 这份情报上 有详细的双方兵力部署 本宫此举 也是为了大家的公平 萧天臣 论武艺 本将承认略选你一招 可论统兵作战 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自本将统领大卫边军以来 玉北境 抗东洋 湛南窝 无意败尽 你十个萧天臣都不一定比得上 本将一人 哼 我劝你 要是识相点的话 就早点认输 免得到了最后 物质该如何下场 与四国联军相持三年 我若是为统帅 你连一个月都撑 小天臣 本将真是佩服 你去后领兵 好 那今日本将就好好教教你 何为兵法之道 我大卫西境 屯兵三十万 而四国联军的兵马 足足有六十万 是我大卫边军的两倍之多 本将驻守定远城 于城外的十里之地 修筑百里石长城 作为第一道防线 百里石长城 与定远城之间的缓冲地带 本将多修筑高楼陷阱 一旦定远城 石长城攻陷 这高楼陷阱 便作为第二道防线 延缓四国联军的进攻 这时本将会派出一路骑兵 迂回至四国联军的后路 以定远城的守军 前后夹击 如此一来 定远城便坚不可摧 小天产 弹河破本将此计 四国联军 蜀木寸光 我刚才说 又是我为主帅 连一个月都胜不了 小天产 我看蜀木寸光的是你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自己一个人 能比得上那四国的六十万大军吧 大魏西锦 地势平坦 定远是唯一的城关 定远城高 王手完善 而且粮草充 我不会死磕定远 只需要用四十万大军 指挥而不攻 四国联军不善于攻准 如果我是四国联军的和帅 只需要断其粮草 切断定远的水源 剩余的二十万兵马 借到五郡 过许州 席捐北境 一路出定远城 阻断敌人的旧兵 过黄河 清扫河南河北的驻军 冰封东境 过黄河关 横扫东境 另一路兵马 从南而下 横扫南境 惠施金养 两路合为一路 彻底封死黄河 到那个时候 无论是三十万大军 还是京主 都是 都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如此高的兵法造 而且对我西境的战士 如此之了解 萧天臣 你果然是一族的奸细 我要是奸细 郑将军 你早就是我的阶下 本宫宣布 此次大笔 为圣者 萧天臣 郑将军 你可有异议 若是 就请交出天策将军应寿 太子殿下 本将输了 应寿 本将自然会交出 不过还有疑问 若萧天成为天策将军 那我大卫的三十万边军 由谁统领 按照规矩 自然是由新任天策将军 不可能 大难正平身 敢当重体若太子 郑将军 你西年赢下大笔 接受印寿 统领边军 今日你输了大笔 自然要按照规矩办事 太子殿下 如今西部战况吃解 林氏化帅孔军心不稳 还望殿下三思 而且陛下 已与凶巫达成共识 如日 小前臣便会离开我大卫 与凶巫公主前往凶巫谷 一个不属于我大卫的人 贪贺统领我大卫三十万边军 此时我定会禀明父皇 由父皇他老人家 在明日朝会中定夺 如此便好 太子殿下 臣 在此先谢我 末将还有事 别先行离开一步 小前臣 不要以为你赢了 来日方长 你我这件的恩怨 刚刚开始 郑将军要是想切磋 我奉陪到底 萧侍卫的谋略 令本宫佩服 若萧侍卫统领大卫边军 可有破敌之策 太子殿下 我有两策 可破四国联军 太子殿下 我有两策 可破四国联军 愿闻其想 征战三年 大卫撑不了过去 而且独立已经消耗的 不及其事 如果再这么拖下去 我怕 大卫不愿脱 我们需要一战定前坤 说是容易做事难 三十万军队 怎么敌中国六十万大军 一赏天开 其实不光是我们大卫 四国又何少不是 我们可以用多支小谷部队 在四国的后方进行迂回 采用游击战打法 在四国的后方开辟第二战场 游击战 肖侍卫科普进去了 游击战打法 有十六字针眼 敌进 我退 敌注 我扰 一匹 我退 敌退 我进 好 想不到肖侍卫 还有如此精妙的兵法 好一个游击战 我们可以用游击战打法 拖延四国的进攻 加死四国的消耗 另外 为大卫增取时间 让大卫 归活力 另外我让工匠 秘密打造一种武器 这种武器一旦问世 边境之忧 何解 而且 可以挥兵西境 一举拿下四国 我曾听父皇提起过 可是火枪与大炮 没错 就这种武器 这种武器一旦问世 边境之忧 何解 我们可以挥兵西境 一举拿下四国 有萧侍卫这句话 本宫就放心了 我皇妹为我大卫 带来了一位天资能臣 明日朝会 我定会立保萧侍卫 留在大卫 绝对不会让匈巫人 带你离开 太子殿下 我有一计 可以解决 匈巫之危险 至少短时间之内 不会让匈巫 再进攻大卫 萧侍卫真乃天纵神人啊 父皇整日忧心国事 萧侍卫还有何妙计 快和本宫讲讲 匈巫想要 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坐看我们大卫 和四国的争斗 但是我们可以派人 潜入匈巫国 挟持匈巫国 来一出挟天子而令诸侯 他们便不敢再进攻我大卫 小侍卫 此际虽然好 但施展起来 怕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吧 匈巫他盘均三十万大军在这里 而且匈巫人和我们卫人 要往前他甚大 不要说潜入匈巫王庭 哪怕进入匈巫国国境 都非常困难 赵统领所言 正是本宫心中忧虑所在 萧侍卫 此时是否过于冒险 太子殿下不必担忧 我自有良将 可以解决此事 只需要太子殿下 脱口网站 拒动所有的边军 陈兵所争 给我的人争取时间 劫持匈巫国国主 萧侍卫 你可知西境边军已请我未无国力 我们已无力与虫一战 不需要打 只需要沉冰三日 既能解决边境问题 萧侍卫 你这是在赌啊 若是失败 我大卫将陷入万劫不复实地 大卫已经病入膏肓 我们需要一剂猛药 我有七重的把握 你解决此事 萧侍卫所言极实 我大卫的确脱不清 我会尽快进攻 与父皇商议此事 多谢太子殿下 本将军刚刚的指令 你可有听清楚 将军放心 我等皆是边军好手 今夜必将萧天辰人头 谢于将军 好 本将军果然没有看错 事成之后赏千金 封拜不掌 多谢将军 萧天辰 敢跟本将军做的 你的今天 也是你的忌日 公主殿下 过几日 你便完全可以康复 萧公子 您我也是 共同经历过生死之人 在教公主殿下 怕是有些见外了 以后换我宁萱就好 如此也好 萧萱 时不早啊 你早点休息 我明日再来看你 黄宫里面也敢军死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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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公主 你宣身体如何啊 回离陛下 大漠边境环境 气候恶劣 公主刚刚 受到惊吓 得的乃是 虚寒之证 可有条理之法 匈乌 使者将于拜月后 抵达大位 公主 若是长病不起 朕 如何向 匈乌使团交代呀 回离陛下 这虚寒之证 需得静养条理啊 这是短则三月 长则一年 若在短短的半月之内 就医治好 臣 做不到啊 废物 朕只给你十天 十日之内 朕若是看不到 公主下床 朕 拿你手 陛下 臣 实在是 无能为力呀 做不到你就给朕去死 陛下开恩他 陛下 臣有办法 三日之内 让公主下床 不过 臣有个条件 笑话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跟朕谈条件 朕要如何信任你 因为普天之下 只有我有这个能力 说出你的条件 第一 公主不能送去和亲 第二 割地三十六成 给边境四国 这条约陛下不能签 算你是有识之士 还知道忧心我 大魏的军国大事 和亲 歌成 乃朕万般无奈之法 陛下 臣有办法 可解决一族之祸 就凭你 你一个寻常百姓 懂什么 陛下可知道 这是什么 自然认识 此物 见火爆炸 极为危险 乃是宫中进物 你怎么会有 陛下 此物 是我向宫主讨要的 消失的威力巨大 若是能够好好利用 在战场上 能够发生巨大的作用 我知道陛下 担忧边境之事 若是能用消失 造出火枪和大炮 匈奴的那几十万兵马 弹指之间 便不灰飞烟灭 消失 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这大炮 火枪又是何物啊 真理只在大炮之内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大炮一响 天崩地裂 便有开山烈石之位 莫不是你匡骗朕 这又如何信你 陛下 大会 已经被边境四国 环四 树臣直言 如果割地陪骨 只能保得了一时 保不了一世 想对付匈奴这些 胃不熟的狼 只能把他们打怕 打到听到我们大魏的名字 就战战情境 你若真能造出 你口中所说的大炮 火枪 朕便答应你的条件 陛下 火枪和大炮制作制法 我已经交给了公布 不是 陛下一定会看到成果 朕 给你三个月 若三个月造不出来呢 若说造不出 我将 人头献给陛下 好 朕 暂且信一回 你 老夫一成数十代 这虚寒之政 唯有静心调养 方能治愈 黄口小儿 十日之内 若不能将公主治愈 我都要被你害死啊 我何时说过 要医好公主 你 你这是欺君之罪啊 你 你这是欺君之罪啊 只要公主 能下床就行 调理之法 确实能够根治 但是时长太慢 你去将蒲公英 金银花 大青根 磨成粉 给公主殿下服下 几日之后 公主气色转好 再慢慢地调理即可 蒲公英 金银花 大青根 这是什么狗皮咬方啊 啊 十日之内 若是不能让公主下床 我看你如何交代 腰间好了 你可曾为公主枕脉 我不懂枕脉之法 啊 你 你连枕脉之法都不懂 你还敢给公主乱服药 这公主乃是千金之躯 万一整出个好歹来 你我的九族都不够陛下砍的 我虽然不懂 枕脉之法 但是略懂药物 这三位药材中 都含有抗生素 虚寒之症 乃是病毒引起的感冒 最好的治疗方法 就是服用抗生素 抗生素 病毒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一定要禀明陛下 公主 这三位药这么神奇 这么快 公主就好转啊 这脉搏虽然不够十分平稳 但是 已经好转了不少啊 多谢小公子 公主身体还很虚弱 这几日需要静养 如若每日服药 十日内 便可下床心脏 接下来慢慢调养 方可痊愈 小侍尾 在下愚钝 你乃 神医在世啊 不知道 能否为老朽讲解 这其中的病理 药理啊 不知道 能否为老朽讲解 这其中的病理 药理啊 我所学的医术 不存在于任何一本古书上 公主 本来就身体虚弱 再加上受到惊吓 所以 自身的免疫力下降 病毒入侵到体内 而蒲公英 金银花 大青根 三种药材 都含有抗生素 这就大大的提升了 他自身的免疫力 这便是道理 这么深奥的东西 老朽不懂 领略不了 领略不了啊 我也是一知半解而已 只是恰巧啊 会治公主的病而已 老夫告辞 陈廷王公主殿下患病 忧心如烦 公主殿下 身体可有好转 劳烦镇将军挂念 只是患了些许风寒 爱情将军 以国事为重 公主殿下所言极是 不日 末将便会前往西京 我要让那些异族满腹 有来无回 萧天臣 你怎么在这儿 萧天臣 你好大的胆子 还不把你的脏手 从公主身上给我拿开 我要是误了 本将就打到你 滚出去为止 堂堂大卫天侧将军 就这么点力气 真是有名无实 身为一国的统帅 国土沦陷 百姓惨死 难道不是你 郑廷轩的侍职吗 你好好想想为大卫 都做些什么 忧将军 本公主的病 还为权语 若你无事 就不送了 小天臣 你等着 总有一切 本正要你生不如死 好啊 我等着你 奉陛下旨意 胸巫使臣来京 请公主殿下与萧侍卫入宫觐建 大卫皇帝陛下 此乃我胸巫国书 还请皇帝陛下阅览 呈上来 放 皇室遣送公主 割让边境十三城 对上凶巫 五十万两白银 还要送太子 到你凶巫做人质 向凶巫称臣纳供 我们胸巫人 是不是得了十七疯了 这个是在公然的羞辱阵 皇帝陛下是觉得 我胸巫国国主要求过分了 还请皇帝陛下 好好思考一下 边境四国与大卫相持 耗尽大卫兵马 如今我胸巫大军压制 大卫可有兵马体育 陪口 卖于求全 我们是要朕 遗充万年 朕绝不可能答应 皇帝陛下 公主逃婚 此乃背弃两国条约 如今我胸巫再次出使大卫 胸巫国国主诚意满满 宽宏大量 要是无计前嫌 愿与大卫世代修好 各位陈公 可有意见 你们 你们这是逼朕做千姑罪人呢 朕可以前所谷主 割让徒弟 也可以向胸巫 服输成臣 这割让的城池 可否再少一些 五十万两白银 可否再少一些 皇帝陛下 我胸巫国国主 临行前交代我 此国书上的条件 乃是我国能接触的 最低条件 所以 您的条件 说是 不能答应 割殿陪苦 丧权入国 想残属我大卫根基 以下 万万不可答应 萧天辰 我们又见面了 你个狗东西 卖主求容到这种份上 还真是让我另眼相看 大卫已是强弩之末 呈口舌之力 又有何用啊 强弩之末 我看未必吧 只是朝堂之上 有几个心怀鬼胎的老鼠屎 想祸害我大卫吧 萧天辰 此乃国家大事 关乎天下 黎民百姓苍生 一个小小庶民 敢敢妄议朝政 此刻我大卫 风雨飘扬 陛下此举乃是 卧心肠胆 忍辱负重 使大卫百姓 免受战乱之苦 陛下 臣以为 匈无的条件可以答应 不过其中 有几项条款 太过严苛 臣愿意 与国师详谈 尽量减免赔偿 太相有心了 此举 非朕之心 国力示弱 也非朕之过 陛下可想过一件事 若是签了条约 天下百姓 如何看待陛下 朕是为了 黎民百姓 家园 免遭战乱 这下人 应当理解朕的苦心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宫人在大殿之上 呵斥陛下 来人 将此胆大妄为之徒 拉出去砍了 陛下 条约一旦签订 国将不是国 陛下将受千夫所指 万民唾弃 陛下还以为能 坐稳身下这把椅子吗 说的都是轻巧 若不签条约 我大魏 严有兵马抵御 届时 生灵涂炭 百姓民不聊生 到那个时候 陛下才是真正的罪人呢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今日割地赔款 明日一族再拿死要挟 陛下还要 继续赔下去吗 怕是用不了几日 我看这金层 就要赔出去了吧 尊敬的大魏皇帝 皇帝陛下 若是将这个男人赐给我 我可以代表我的父王 答应陛下先前的条件 皇帝陛下 若是将这个男人赐给我 我可以代表我的父王 答应陛下先前的条件 柔然公主 你作为凶巫的使臣 切勿在陛下面前 开这种玩笑 公主 此事 不妥 临行前 父王已命我负责 此次出使的全部事宜 我就要这个男人 柔然公主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非要要我 因为你与大魏 还有我胸污的男人 都不一样 本公主看上你了 柔然公主 还真是性情中人 只要不和亲 不割地 不赔款 你答应我这三个条件 我便跟你走 不可能 大魏必须赔款割地 至于多少 两国可以商议 这是本公主 最后的底线 萧天臣 既然柔然公主 有意 你就不要推辞了 你也是我大魏的臣民 自然 要为我大魏 舍身取义 萧天臣 你不是口口声声地说 只要签了这份条约 便会生灵涂炭 受尽唾骂吗 如今你只需凭借你一人 便会救我大魏百姓 少受欺苦 你该不会不愿意吧 陛下 陈廷文萧侍卫 仅凭一己之力 就向公主救出凶屋王庭 陈思贤想后 觉得此事极为荒谬 凶屋王庭 然是凶屋重兵聚集之地 就凭那一个人 怎么可能带着公主逃出来 臣以为 萧天臣会有通敌之险 还请陛下明理 再像这番 哄骗三岁孩童的说辞 就不要拿出来丢人了 我若通敌 早在凶屋 便把公主献上 求全荣华富贵 何须千里迢迢 赶来大魏 至于郑将军 那就更可笑了 萧天臣 我看你就是个 道貌二人的小人 公主殿下 末将在此劝你 赶紧离开这个废 免得 后遭罪 毕竟啊 知人知面 不知心 我何时说过 我不答应 容然公主 我跟你去凶屋 你们大魏京城的酒 怎么跟水一样 不如我胸污的炼 容然公主 今日为何在陛下面前 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你与众不同 跟我接触过的男人都不一样 你既有大魏人的文化修养 又有我们胸污人的勇猛 就在你敢挟持本公主 离开王庭的那一刻起 我就对天发誓 有朝一日一定要将你抓回去 恐怕此事要让公主失望了 我不会离开大魏 你们也割不了地 赔不了款 小天臣 你真是个迷一样的男人 我不知道你的信心 到底从何而来呢 那你我便拭目以待 看看到最后 谁会赢 公主 你这是 小公子 不认我就要被送去凶屋了 这次我不会再逃 与其让凶屋玷污自己的身体 还不如把我自己交给你 公主 我有办法解决 小公子 不用再安慰我了 宁萱心里都懂 宁萱 但是你救我于水果之中 我便欣欣于你 宁萱自身 在我大脸 往小公子成全 你想好 宁萱 公主 可有什么好男儿 给我介绍介绍啊 柔然公主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莫非我来看看 我未来的男人不行吗 柔然公主 我一直有个疑问 你为什么非要带走天臣啊 天臣 叫得如此亲密 难不成你们已经 柔然公主 我希望你跟你父皇带句话 宁轩 他不会离开大魏 我也不会去 你们最好 待在你们自己的地方 别对大魏 有任何歪心思 否则 不管是凶乌 还是你父王 都将付出代价 柔然公主 你要是喜欢我大魏的男儿 明日我便于各州城 寻找美男儿给你 我大魏人界地灵 都送几个也无妨 素来听闻 大魏皇室 有诸多规矩 没想到 长宁公主 就颇有我草原儿女的野性 送我男儿就罢了 这些粉嫩面首 都入不了我的眼 我就要他 在我胸污的习俗中 强大的男人 可以同时拥有很多女人 强大的女人 也可以拥有很多男人 而萧天辰你是一个充满魅力 又强大的男人 你 你身为一国公主 怎么如此不知廉耻 公主还要婚嫁 不也是 萧天辰 你记住 你是我柔然的男人 小天辰 本将要不能把你错骨扬灰 难消本将心头之恨 将军 谁让你进来的 给本将军滚出去 将军 蔡相求尽 找我干什么 将军 别来无恙啊 蔡相 也是来看本将军的笑话的吧 你先出去 是 将军 老夫听说太子殿下 要收回将军的兵权 蔡相的消息果然灵动 向我郑敬轩少年得志 封侯败相 更是足足抗衡了四国联军 整整三年 一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 乳秀未干的小子 竟然为了他 想夺回本将的兵权 属实可恨 是啊 将军劳苦功高 因为一场小小的鄙视 就要夺了将军的兵权 全然不顾将军昔日的功劳 老夫听闻之后 也为将军 甚感可惜啊 更为可恨的是 本将早就有意想让陛下将长宁公主取配给我 居然确让长宁公主去和亲 宁可确让她和亲也不承认之美 而且她居然让一个臭小子住进了公主寝殿 本将心中的这口恶气术实实验不下去 是啊 自古英雄爱美人 郑将军欲输领风 你跟长宁公主自然是金童玉女 可萧天辰算什么 竟敢与将军抢女人 蔡相所言极实 真没想到 蔡相居然对本将军事情如此上心 本将真是深感意外啊 老夫也猜将军憋屈 才特来将军府 也是想顺便帮将军出个主意 蔡相有何良策 将军 可敢逼宫兵剑 可敢逼宫兵剑 逼宫兵剑 蔡相你好大的胆子 你就不怕稳将到殿前去告发你吗 若是将军会如此行事 老夫也不会登门拜访 蔡相为何如此笃定 因为将军想要军权 想要美人 而老夫可以帮将军 三十万边军都在袭击 而京城的防守都是由禁卫军统一管理 逼宫兵剑 蔡相您不觉得有些儿戏了吗 三十万边军 只尊将军 不尊陛下 这不是什么秘密 只要将军阵臂一呼 三十万边军请客出动 陛下投属机器 绝不敢轻易动将军 蔡相 你这可不是逼宫兵剑 你这是要本将去叛国 受尽唾骂吗 非 明日朝堂之上 老夫会联合刑部尚书张大人 让萧天臣 以暗通异国的罪名 打入诏狱 非到天策将军之名 此事 老夫会做出铁证 将军只需一计刑事便可 兵权美人 陛下不敢不答应 蔡相 如今你以为高人臣 一人之下万人之杀 本将就想知道 蔡相到底想要什么 将军果然是聪明人的 陛下迟迟不肯答应 何谈条约 将军肯帮助老夫以彼之力 让陛下尽快签下条约 各地赔款之事 只会对大魏百害而无一利 你到底想 这就不劳将军关心了 只要将军能够达到目的 何乐而不为呢 好 我答应你 禀王爷 正听轩 已经答应臣的要求了 明日朝堂 一切将会尘埃落定 本王爷做够了 这京城的闲散王爷 相信本王 穿上这身龙袍 坐上皇位的那一天 已经不远了 儿臣拜见父皇 起来吧 你大兵出狱 就整日帮朕操劳国事 也要多注意身体啊 儿臣多谢父皇挂念 这么晚了 来见朕 有何要事 今日三军大比结束 新任天策将军已定 是皇妹带来的侍卫 萧天臣 朕早已知晓此事 此人看似鲁莽无知 处处顶撞朕 没想到 此人竟有如此大财 结束之后 萧天臣告诉儿臣 有一计 可解匈巫威胁 快告诉朕 什么 臣兵许州 派人潜入匈巫王亭 挟持匈巫国主 胡扯 朕还以为是什么妙计 且不说 此计是否能成功 我们大魏的兵马 基本都在西境 哪有什么兵马可以找 父皇 现在大魏 若是继续实行怀柔之策 恐怕已经离王国不允了 你 大胆 是谁教你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你教天臣吗 无人教儿臣 儿臣实乃忧心国事 夜不能寐 如今的大魏 确实需要一些猛样 才能化解如今的困局 父皇 如今已是危机存亡之秋了 陛下 无可行事 抽调一半禁军 和各州守军 臣兵而不攻 三日之后 便见分晓 有几成把握 七成以上 儿臣相信 萧天臣有这个能力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陛下 臣弹劾新任天策将军 萧天臣 萧天臣与异族通奸 迈出求荣 如今正是我大魏 多事之秋 还请陛下诛杀萧天臣 以正清明 蔡相慎言 据本宫所知 萧天臣一路护送皇妹出宫 杀出凶无王庭 这样的人 怎会通敌叛国 直面不知心哪 太子殿下可曾想过 仅凭一己之力 就从有数十万亿族的 匈无王庭杀出 此事事关重大 臣昨日 也与刑部张大人 搜集罪证 现在可谓铁证如山 陛下 这封密函 乃是臣 在萧天臣 萧将军府上 搜到的 密函之中的内容 皆是萧将军 与匈无国国主 密谋之事 恳请陛下过目 承上来 太子 你也看看吧 蔡相不觉得此事 太过于巧合 昨日萧将军刚上任 天策将军 今日便有通敌 罪证传出 陛下 儿臣觉得 此事定有人想 陷害萧天臣 陛下 太子殿下 其实一开始 臣也觉得 此事有古怪 于是臣便亲自带了一些人马 去到密函当中 所指示的联络点 去探查了一番 结果 竟真的让臣 捉拿到一个 匈无国 隐藏在我大卫的 探子 来人 带上来 陛下请看 你要看清楚 可认识 身边的这位 营大人 小人 小人的确认识他 就是他 一直在与小人联络 将大卫情报 传回匈污 没想到 此人竟然 真是匈污的细子 我就说 公主殿下 怎会如此轻易 被送回大卫 没想到 你真想尽是如此 萧天臣 如今 人争无争聚在 铁证如山 你还有何话说 陛下 臣恳请您立即下旨 将萧天臣打入诏狱 言行彼吻 无处三日 必有所获 不可能 萧将军是我 大卫天策将军 在逝世未查明之前 我将其打入诏狱 如此 难免遭人口舌 精彩 还真是精彩 好一族 栽赃假货 看来我萧天臣 是让好些人做不住 想出事而后快 父皇 儿臣觉得 此时定有人 想陷害萧天臣 还望父皇明察 孩子连下身言 太子殿下 于是老臣 还要陷害萧天臣不成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有些事情 小天臣你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公然在殿前行凶 无法无天 简直是无法无天 萧天臣 你公然在大殿之上杀人灭口 这分明是把事情败露 强行遮掩 此举 只是陛下如无 陛下 我们诛杀萧天臣 我大魏 天为何在 皇上的天为何在啊 公道自在人心 我之所以杀的 是因为看不惯一族的毒 在我大魏的朝堂上乱窍 昭玉 我自己会去 小天臣 此事 太子殿下 有些事情 置身事外 可能会搞起 诸位成功 小天臣通疑谋反一事 朕自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不过 年下有一件钥匙 要与诸位成功商议 太子 你给诸位成功说说吧 诸位大臣 我与父皇商议 决定抽调京城一半的禁军 还有各州城守军 共十万大兵开赴许州 各位议下如何 陛下莫不是疯了不诚 如今我大魏 哪还有再战的文件 是啊 还要抽调禁军 先不问 这十万大兵 如何凑得齐 就这粮草啊 补齐 从何而来啊 小生年 这话千万别让陛下听到 陛下 万万不可呀 抽调禁军 京城防务空虚 一旦有人在京城作乱 后果不堪设想 各地驻军 乃我大魏的最后保障 如今各地多有民怨 一旦有流民作乱 又该如何是好 所以臣以为 此事罚战万万不可呀 陛下 臣的想法 与蔡相一致 此时 我大魏 不意再起战乱 望陛下 三思 诸位大臣 此事也是我父皇的 无奈之举 如若不战 难不成真要父皇 签下那些 一族条约吗 太子殿下 成大事者 不拘小钱 我心长胆已带变数 臣以为 这才是上上之策 蔡相乃是我大魏的 中流抵制 乃日里 一族签订条约 不如由蔡相代劳如何 老臣皇 万万不可由老臣代劳 蔡 以国之间的大事 由陛下亲自冲变才是 我看蔡相 是爱心 不肯飞上千古骂你 满床文武 整天叫嚷着 要替父皇分忧 可现如今呢 怎么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好了太子 不要和各位大臣争论了 朕这辈子 任何事情都没有做过主 都是以诸位臣功商议 仪仗诸位朝臣 今天朕就任性一次 朕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明君 但朕有一个好太子 等如今的大魏解决边境纷争 朕自然会将国事 逐步地教育太子去做 朕姓 你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合格的帝王 谢父皇夸在 按朕令 令禁军统领赵月 为征备将军 统领禁军 及各州城守军 攻击十万大军 禁军徐州 命兵部筹备行军路线 粮草不及等事宜 两日之后大军出帐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另外 关于孝仙臣通敌谋反一事 由朕亲自负责审查 各位权功不得插手 若无踏事 那便退朝吧 陛下 臣还有一事相求 还望陛下恩准 但家无妨 陛下 本将欺慕长宁公主已久 既然陛下选择了与凶巫开战 那长宁公主便无需前去和亲 恳请陛下 私会于臣 如今战事吃鸡 郑将军不以保家为国为重任 顾及到儿女私情 还望陛下恩准 郑将军 陛下的旨意你听不懂吗 臣 自然听得懂 你 但今日这桩婚事 陛下必须恩准 郑将军你好大的胆子 难不成今日你想逼宫不成 难不成今日你想逼宫不成 臣不愿逼宫 但陛下的所作所为 着实让本将寒心 陛下 本将曾多次向你请求赐婚 但却以各种理由搪塞 而且昨日你甚至想夺了本将的兵权 臣不愿更不想 你是我大魏的臣子 自当遵守陛下的旨意 你以为三十万边军心正不成 三十万边军不遵圣意 已经将令 郑廷轩 你以为朕不敢杀你吗 陛下 你若是想杀微臣 那我大魏的三十万边军 随时将西境的门户敞开 屑时不再抵御异族的侵入 若陛下想成为异族的阶下囚 那微臣的这颗向上人头 你拿走便是 郑廷轩 朕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怎么会让你掌管三十万边军 陛下 臣就只有一个请求 那就是同意 我和长宁公主的这桩婚事 这样 我就是大魏的驸马 微臣 可以永远为陛下 为大魏鞠躬尽瘁 万死不死 财相 你可有什么话说呀 陛下 郑将军呢 可能是泰国仰慕长宁公主 这说话有恃偏颇 难忘陛下误怪呀 不过老臣倒是觉得 也并非不能 顺了郑将军的心愿 好得很哪 今天 总算是让朕 看清了你们这些 满口 为国为君 假仁假义的 臣子嘴脸 陛下 臣的这桩婚事 你到底是 还是不 你们 不要说了 准了 正将军 你来我的寝室做什么 末将 当然是来看我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的身体 有没有好转 哦 对了 本将还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要告诉公主殿下 劳烦朕将就挂您 将军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本将今日 已与陛下提起了 婚娶公主一事 陛下欣然同意 不日 本将将会成为大魏的父母 这怎么可能 雄乌侍者还未离京 父皇怎会同意将我许配于您 今日早朝 陛下已经下令 发兵许州与雄乌一阵 和谈破裂 那两国就无必遵守 之前所定下的约理 郑将军 我知你对本宫情深义重 可本宫已有心上瘾 我这就去向父皇进言 让他取消这次婚约 公主 无必浪费时间了 将军此话何意 陛下 是不会同意你的请求的 若陛下不将你许配给我 那我大魏的三十万边军 将会失控 所以啊 你亲爱的父皇 将公主抛弃了 你 是你拿边军威胁父皇 郑天宣 你想造反吗 你肇事不仁 那本将当然可以不易 公主 那个 萧天宣应该是你的心上人吧 天宣那怎么了 今日早朝 陛下已经将萧天宣打入了朝狱 看天色 应该快到了 届时啊 本将有遗忘 已经用死他的方式 所以公主 你还是乖乖做我的巫人吧 你还是乖乖做我的夫人吧 换身贼子 你的所作所为 和叶族那些蛮蚁有什么分别 我如果嫁于你这种不忠不义之人 我赵宁轩宁愿居死 圣者为王败者为寇 此事已成定局 我早已是天宣的人 若天宣被你害死 我也绝不毒火 公主殿下 你刚刚说的是谁呀 郑平轩 这辈子也比不上天宣的一根手指头 贱人 臭婊子 赵宁轩我告诉你 本将把你玩够了 把你送往边境去 我要让你成为大魏的君记 我要让你变成千人骑万人城的浪妇 来人 在 给我寸步不离地照顾公主殿下 若是公主殿下有任何差错 本将要了你们的脑袋 还有 今日本将就要看到 萧天臣的相上人头 立刻去安排 萧天臣 容忍公主 你怎么来了 大魏凶无开战 郑平轩逼宫大魏皇帝 要公主下嫁与他 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没时间解释了 你快跟我走吧 想走 已经迟了 已经迟了 别走 小心 诸文公主 诸文公主 你怎么样 没事吧 箭 箭 箭伤有毒 太子殿下 你怎么也来了 那个 刚刚赵将军得到信报 说郑将军要暗杀你 所以我们才赶过来 幸好你没事 郑平轩 果然是她 若安公主受了箭伤 可破有安全之地 替她疗伤 东宫用禁军把控 那里很安全 我没办法 但是我问她 不想认得了 我 你也认不过 他正庭宣逼宫一事 背后之人恐怕是蔡相 蔡相乃是我大魏三朝元老 我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助纣为虐 恐怕蔡相罪翁之意不再求 蔡相一直主张 千字和谈 只有皇上犹豫不定 殿下 你可知道 蔡相为何如此行事 殿下 你可知道 蔡相为何如此行事 萧侍卫你是知道其中的猫腻不成 蔡相位高权重 他根本没有理由做这种事 我想他背后还藏着一个人 在推动这一切 只是这个人还未服输水面 西年四国莫名其妙 联合在一起攻打我们大魏 行动之快 打了我大魏一个措手不及 而后凶巫又频繁入侵我大魏 似乎在一夜之间 就像商量好了一般 萧侍卫所想 正是本宫心中的疑虑所在 等潮水退去 这才能知道谁在我勇 太子殿下 用不了多久 此人一定会浮出水面 只是当务之急 我们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来人 在 传我命令 孤狼三人秘密潜入凶巫国 三天之内 务必挟持 凶巫国国主 是 他们三人能行吗 如此大事 你为何不亲自带队出发 殿下 我要去一趟西境 三十万边军不能失去控制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夺回兵权 你打算一个人去 我一个人足以 李将军 圣旨和令牌都看过了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不过 郑将军为何没有与你一趟回来 陛下和郑将军有钥匙相谈 边境不可一日无阻 一来 我也好早日熟悉一下战场的情况 萧将军 接管三十万大局 事关重的 若是郑将军不在 在下 恕难从命 圣旨和令牌都在 莫非 你要抗制不成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郑将军临行前 已经特别定住过 而且 兵权交接 事关重大 必须两任主帅当面交接 否则 这圣旨 不过是一道废纸罢了 除了郑将军 就算是圣上来了 也没用是吗 萧将军 请回吧 既然李将军 已经不是我大魏的臣子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你 断臣贼子 死不出息 传我命令 郑廷轩和异族勾结 以三十万边军 逼攻陛下 陛下命我前来 安抚三十万边军 秘密处理郑廷轩嫡系 切勿引起兵变 许州战事如何 回禀父皇 赵统领已经率领禁卫军出征 各州城驻军 已经不断向许州进发 根据赵统领传来的线报 匈无国 好像已经知道我军动向 王廷数十万大军 已经清朝出动 朕这一次 可是把一切 都压在萧天尘身上了 父皇 如果再拖下去 大魏终究会被彻底拖垮 现如今 我们只能破釜陈州 郑廷轩 此人 有什么办法 妥善处置 父皇 先让郑廷轩再蹦他几天 只要萧天尘从西境回来 郑廷轩 必死无疑 历朝历代 还没有人敢在朝廷之上逼宫 郑廷轩不死 朕难消心头之恶气 陛下 将军府派人来宫中传话 邀请陛下和太子殿下 移步将军府 去参加郑将军和宫主殿下的婚礼 宇轩越来越狂妄 竟敢直接派人给朕传话 还为朕拿他没办法 父皇 我们暂且忍耐 欲要使人灭亡 必先使人疯狂 我们倒要看看 郑廷轩能猖狂到几时 郑廷轩 朕竟然设了鸿门宴 那朕就去走一走 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公主殿下 时辰差不多了 等陛下和太子到来 你我二人也结为夫妻 你贼 我杀了你 公主殿下 你竟然还想杀我 本将本想给你留些情面 现在看来 也不需要了 竟然如此 那本将 现在就来尝尝公主的滋味 小天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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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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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皇兄 你替我跟父皇舅舅请 我不想叫这个亲手 我真的不想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 必须得给朕 一个合理的解释 本宫看你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 你不仅不将我皇室放在眼里 如果你能自由进出京城 你是不是还要自立为王 陛下 您误会成的 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常宁公主啊 臣生是大卫的人 死是大卫的魂 绝无不臣之心 你连公主都敢玷污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 陛下 臣对常宁公主 太痴起了 刚刚所做的一切 是臣太落晚了 还望陛下亮天 郑立军 这些是什么人 难不成 你想是君 好一出鸿门宴啊 我就说这么匆匆的 让这父皇来到府上是干什么 既然你们发现了 那我也不装了 陛下 我之所以这么做 那都是被你们逼的 陛下 从你派萧天臣前往西境 夺我兵权 从那一刻开始 我郑廷轩 便与你二人之间的君臣关系 一刀两断了 你的兵权 三十万大军 不是你郑廷轩的兵权 大卫的兵权 郑廷轩 你不该有这个心思 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 不太是 既然你们肇事的仙子 能够从一件草莽 当上皇帝 那我郑廷轩 同样也可以 来人 全部都给我杀了 郑廷轩 想当皇帝 你也配 郑廷轩 想当皇帝 你也配 天臣 天臣 你终于回来了 没事了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 萧天臣 心情如何 信不辱命 反则已被禁书拿下 三十万大军已在我手 什么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 若不是我去的边界 怎会知道 你犯下的种种罪行 你奴役百姓 强制百姓出城作战 欺敬的百姓实不存异 郑廷轩 你死不足惜 小天臣 本将纵横杀上十多年 你抖个屁 将在战场 决奋战 而这是贱民 躲在本将的身后 狗窃偷生 本将不只是 这些百姓守城 这虚敬 荷兰的百里 是长城 荷兰的能守三点 身为将 就应该保护好 身后的黎民百姓 这是职责 而你 却奴役压迫百姓 让西境的百姓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罢了 成王败寇 是杀是寡 我郑廷轩 认了 郑廷轩 让入昭狱 没有朕的命令 任何人 都得靠近 太是 萧将军 此次北境事件 真是多亏了你啊 殿下谬葬了 这是臣 分内之事 不知许州的战事 现在如何了 没有任何军报 传入荆州 许州战事 无人执行 报 陛下 我十万大军 已治许州 匈 匈匈 闻风而动 仅三十万大军 已濒临城下 我守城将士 浴血奋战 与匈匈厮杀 许州之战 只怕是一场苦战了 希望最后的计划 能够完成 陛下 太子殿下 我对他们三个有信心 报 陛下 雄无功是凶猛 许州 不利于坚守 我守城将士 死伤惨重 臣打算 撤出许州 坚守韩谷冠 退下 报 陛下 臣手下将士 只剩四万鱿鱼 雄无者准七万兵马 我军不败 目前已退至韩谷冠 报 陛下 雄无猛攻韩谷冠 我军将士 已打退数次进攻 韩谷冠位 请陛下无论如何 都要派遣援军 报 陛下 韩谷冠 即将被攻破 臣知道 陛下有兵可用 臣愿战死 人亡官我 完了 彻底完了 韩谷冠 是通往京城的门户 若韩谷冠破 雄无 长驱止入 兵力京城 臣 臣 臣愧对祖先 臣是王国之君 报 陛下 雄无 雄无退兵了 真的 这是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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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可免刀屠戳 你可确定 我雄巫大军 已经攻破许州 韩武官那些残兵败相 抵不了今天了 我雄巫国主说 是想给你们大魏皇室 留下最后一次颜面 若你们仍然明顽不灵 大魏京城 血徒三日 积全不留 来人 将这狗贼拿下 怎么 你们居然敢动我 我可是雄巫国师 你们要动了我 我让你们 承受我雄巫的怒火 还真把自己 当雄巫人了 如果你的祖上知道 你个卖主求人的狗东西 会不会气得 从这坟里爬出来 弄死你 好好看看 雄巫已经退兵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你们一定是在骗我 我雄巫三十万大军 即将突破汉谷官 怎么可能 无言无辜退兵 你们一定是在骗我 汉奸走狗 拖出去 明日后斩 你让我大魏子民看看 当汉奸走狗的下场 是 大魏皇帝 别想饶命啊 皇帝 别想饶命啊 我也存在大魏的子民 皇帝 别想饶命啊 这无知事一切 此事 你除了 自己的后患 此事 小天臣 你去投宫 说吧 你想朕 给你什么赏赐啊 陛下 我和公主两情相悦 还请陛下 把公主取配给我 大胆 你敢轻薄公主 还请陛下成全 小 小天臣你胡说什么呢 人家不理你了 还看父皇干什么 赶紧追啊 多谢陛下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你 你怎么跟我父皇 说那些话 我还未成婚配 丢死人了 那有什么呀 我以前待过的地方 婚姻自由 男女恋爱很自由 那岂不是伤风败俗 按照我们大胃的律法 是要被金珠笼的 那公主殿下 我那是不想 嫁与一族才会 好啊你 竟敢调侃本公主 小心我告父皇 治你的罪 陛下已经同意了 我们的婚事 真的啊 这以后 公主殿下要是嫁与我 那我可就是 大胃的驸马了 还叫公主殿下 宁萱 这些令我皇兄提起 说你身陷遭遇的时候 若然公主冒险去救你 嗯 若然公主 她受了伤 现在的东宫休息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 用这个颜色 一定很好看 你也试试 看来女人跟女人之间 不论哪个朝代 都让人琢磨不透 都好看呀 若然姐姐 你尽管放心 大卫与匈乌的战争 已经结束了 父皇跟皇兄 不会找你麻烦的 我还是很难相信 大卫为我匈乌兵力悬殊 寒谷关江铺 大卫究竟是用什么办法 让我父皇退兵的 大卫和匈乌的战争 只不过是一个谎论 我派人秘密潜入王庭 你的父王 现在在我的手上 什么 你把我父王怎么了 什么 你把我父王怎么了 你放心 我的人不会伤害他 毕竟活的国主 比死了有用 好 日后我回到匈乌 一定会劝我父王 不再入侵大卫 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父王 我大卫自始至终 都是以德夫人 你们匈乌 只要愿意和平相处 你的父亲不会有事 那若是我回到匈乌以后 你我还能再相见吗 我很感谢你 能来昭玉救我 但是 我痛恨义子 还请公主殿下 不要记管我 我明白了 难以置信 想不到我这个废物哥哥 竟然还有如此魄力 不过本王想不通的一点是 雄乌 为何会突然退兵 王爷 依臣所见 此事的根源不在于陛下 而在于萧天臣 此话怎讲 依臣所见 只怕此次许州之战 便是此人策划 陛下身形软弱 怎么会有如此勇气和魄力 想不到当日一个小小的侍卫 如今竟然他成了气候 陛下突然发兵许州 若不是雄乌离奇退兵 恐怕要彻底打乱了王爷的计划 如此说来 我们还要感谢萧天臣 太相的意思是 此人值得拉拢 对 郑廷轩有勇无谋 可萧天臣不同 有勇有谋 策划许州之战 更是以一己之力 拿下郑廷轩 经营多年的边军 可见 此人的手段有多大 若此人能为王爷所用 必大事可期 若是此人不愿为本王所用 反而倒向了皇帝那边 此事该当如何 不能为我所用 那便是敌人 王爷里应当尽快筹治 我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何事 王爷应该重新出山 等西境战士恶化 本王再出山收拾残局 是否更为妥当 西境战士乃是杨某 历时三年 不管是大魏还是四国 都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消耗 四国 四国有什么话要你带给本王 王爷 四国对王爷很是不满呢 如果王爷不能让大魏 尽快割地赔款 四国会在一个月之内退兵 想回向王爷通天之士 照顾天下 这些一族好大的胆子 敢威胁本王 如今之际只有您尽快出山 促成大魏与四国的谈判 否则你我多年的大忌 都将毁于一代 并且我怎么也会大祸临头啊 明天我会上朝 蔡香 你今夜就去探讨 萧天臣死人的口风 是 老师明白 蔡香日理万机 怎会有时间 拜访我这个小小的事物 还真是让我意外啊 哪里哪里 萧将军三军大比 拜金正廷轩 也是凌晨天下 如今又入驻将军府 成为我大魏新任天策将军 萧将军这个年纪 如此殊荣 寻遍史书也不多见呢 萧将军 你觉得 如今的大魏如何 水生火热 您不聊生 那将军认为 又是谁 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蔡香的意思 是对陛下有意见 老夫乃是三朝元老 自太宗皇帝开创盛世之前 已舍不到六十年 如今大魏急转而下 一族还死 百姓怨声载道 如今的陛下 不是一位明君了 那蔡香以为 如今的大魏 是陛下一人之功 身为天子 不懂帝王之术 无识人之能 更无处事之手段 心可软弱不堪骨 各地臣子离心离德 这一切 都是当今陛下资产 蔡香莫非不知道 圣极择衰的道理 这天下 怎能是一人之过呢 蔡香你我也别都圈子 有话不妨直说 不知 将军可敢变天 蔡香就不怕 我去陛下面前告发您 老夫历经三朝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点小巧流言蜚语 能搬到老夫吗 蔡香还真是有把握 有将军这样的大菜加入 老夫把握很大 一旦新军登基 将军不但可一展报复 更是从容之辰 一旦变天 风云动荡 百姓又得遭受苦难 莫非这就是蔡香治国之道 看来将军是不愿意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如此 那将军就好自为之 赵王爷都有多少年 不曾上朝了 怎么今儿就来了呢 估摸着王爷花天酒地 游山玩水地了 来朝堂看看 各位大臣 父皇龙体前安 吩咐本宫代理朝政 本宫在朝政上 诸多颇为生疏 还请各位大臣 多多帮助 皇叔 您今儿怎么来了 这么多年 皇叔神龙剑手不见尾 你我叔侄二人 有几年未见了呢 闲来无事 本王听说 今日朝堂动荡不安 便来瞧一瞧 赵卿啊 皇兄既然让你协理朝政 你可别辜负皇兄的 一番苦心呢 皇叔说得极是 只是朝政方面 还需要皇叔 多多帮衬才是 各位大臣 想必郑廷轩谋反一事 各位都有所耳闻 如今郑廷轩被打入诏狱 至于如何处置 各位大臣有何见策 回禀太子殿下 谋反之事大逆不道 理当处置已即行 诸久俗俗 臣复义 郑廷轩这样的犯罪 不杀 不足以平民愤 且慢 回禀太子殿下 臣 张昭 不内见 郑廷轩的确有罪 但他曾经带领三军 在边陲征战多年 也曾为我大卫 立下诸多汉法功劳 曾以为死罪可免 但我最难逃 可以将其变为数年 多取一切功能 这样的责法 对他来说已经够重了 更何况 我大卫如今风雨飘摇 切不可再大动兵戈了呀 太子殿下 张大人所想 与老臣氏不谋而合 刘正平轩一命 更嫌陛下 天威浩大 宽宏大量之美名 黄叔 黄叔 你觉得此事 该如何定夺啊 本王闲来无事 来朝堂走走 与诸位大臣贤婿 既然本王的侄儿问起 本王就讲一讲 本王心中的想法 黄叔但说无妨 正平轩痴心于宁轩 此事满朝文武尽之 一时心态失衡 做出了悖逆之事 正如张大人所讲 正平轩戍边有功 此事功过相抵 就此了结 最好 黄叔 正平轩是想弑君 他想杀的 是你的亲哥哥 正平轩一介武夫 他懂什么 陛下自登基使 便自成人君 正平轩 只是在朝堂上 顶撞了陛下 年轻气盛 至于什么 谋反弑君 在本王看来 就是些 子虚乌有之事 黄叔 在将军府 我可是与父皇亲耳听的 你难不成觉得 我们是龙了吗 太子 本王听闻西境战事 已是火烧眉毛 我大魏迟迟不肯 在和谈文书之上签字 四国已彻底 失去耐心 不日便将全力 进攻西境 四国六十万大军 谁人可党 黄叔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为何本宫从未耳闻 本王只是远离朝堂 并非耳聋眼瞎 此事并非本王信口开河 若杀了正平轩 边境三十万大军 谁来统领 让那个刚刚当上天侧将军的 矛头小子不成 好一个子虚乌有 太子殿下 王爷和蔡相满口喷粪之语 还真是难听 这历朝历代 也只有像二位这样的奇葩 才能把谋反之事 三言两语就带过 大难 王爷是陛下的亲弟 你敢当庭咒罢王爷 王爷还知道是陛下的亲弟 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 我只看出 王爷和谋物之臣 像亲儿子一般 像王爷这种大公无私的圣子 应该早点去乐山和那尊大佛 去抢一抢位置 小天臣 你不要胡搅蛮臣 这里是朝堂 不是你随意撒野的地方 萧将军心执口快 如有冒犯 还请皇叔多多包涵 不过本宫倒想知道 萧侍卫 为何不能带领三十万大军 本王问太子几个问题 这位萧将军 可曾有统兵的经验 此人底细 太子是否清楚 三十万大军 是我大魏的遗仗 若交给一个不清不楚之人 我大魏也不用四国功法 干脆现场投降好了 王爷息怒 你跟太子 不是一家人 千万别伤了何情啊 太子殿下 老臣觉得 王爷所言不无道理 现在摆在太子殿下 就两条路 一条路 杀了郑明轩 大魏与四国 牵下河南门书 第二条是 不杀郑明轩 令其以戴罪之身 将功赎罪 然后西境 抵御一人 哎呀 再想所言其事 我们这些个做臣子了 既年献策上课 但最终定夺 还得依靠陛下和太子殿下 您呢 皇叔 若是不杀郑廷轩 放他回西境 一旦郑廷轩心寒怨恨 放苦归山 让大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吗 太子无需担心 本王了解郑廷轩的脾气秉性 顶撞陛下被打入昭狱 只要赦免其罪行 郑廷轩 必将感恩待人 为我大魏出生入死 若太子殿下不放心 为萧将军随行 若郑廷轩有谋敌之心 就当场出杀了 如此一来 还是万全之策 太子殿下 臣以为 不必顾虑太多 郑廷轩 必须杀 难道萧将军以为自己能统率三十万大军 王爷说的没错 我有这个能力 你凭什么 难不成我大魏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不成 既然王爷已经选择了寄行山水 今日为何又来到曹堂之上 你要问我凭什么 就凭凶乌退兵 是我一手策划 就凭我一个人解决了西境华变一事 就凭我萧天臣 守护了大魏的万千百姓 这些够 还是不够 萧天臣 你莫非要与本王刺破脸皮 皇叔与萧将军 此事事关重大 等本宫回禀父皇之后 再度决断如何 我没有意见 本王本就先来无事 来朝堂上走走 已离开朝堂多年 既然陛下把朝政交给太子 太子自行决断 各位大臣 这是河北郡郡守 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送来的奏折 河北之地爆发凉荒 百姓流离失所 甚至出现一子而食的惨烈景象 各位大臣 对河北梁荒一事 有何见策 河北梁荒之事 微臣也是略有耳闻 只是没想到 既然如此惨烈 又是战长 又是梁荒 天灾人祸 我大魏 可真是多事之秋啊 太子殿下 老臣认为 应当从国库调取灾款 何州城开仓放粮 接纳河北之地的灾民 若灾情严重 必要时开放河南梁仓 不瞒菜下 本宫昨夜连夜查看 国库存淫 跑去军饷开支 国库已所剩无几 既然如此 那就应该开放河南梁仓 总不能看着灾民一个个饿死吧 河南梁仓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供需边境将士所用 若是加上河北震灾 恐怕河南梁仓不堪重负 太子殿下 河南梁仓万万不可挪动 微臣有办法解决灾荒问题 大言不惨 你知道河北之地有多少人吗 几十万人 几十万张嘴等着吃饭 你拿什么救 萧将军 真的有办法解决 五日 我必解决灾荒问题 五日 本不是天高地厚 萧将军 你若是做不到呢 我若是做不到 我便辞去天策将军一职 永不踏入朝堂半步 萧将军 太子不必多言 臣已经答应了与蔡相的搏斗 便不会改变 好 萧将军若是能在五日之内 解决粮荒 陈这丞相一职 也让于萧将军 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本宫就知道 皇叔今日上朝绝对不简单 赵王爷这些年 看似在游山玩水 但是心一直都在朝堂之上 你是说 他对那张椅子有想法 他看似游离在外 但从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一切 他的心 致死之中都在朝堂上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他的党羽众多 极其庞大 蔡相应该以示 赵文雁派系 而且在杀 郑廷轩的事情上 他开了口 朝廷上的风向 立马就变了 从杀变成了布杀 所以这一点 极其不正常 嗯 萧将军所言极是 本宫也看到了 内忧外患啊 他今日上朝 帮我稳住了边境局势 所以他不得不上朝 乱世出萧雄 大魏不乱 他赵王爷 怎么会有机会呢 他现在已经传不住气 从暗转为明 这对于我们来讲 是极好的局面 萧将军有何计策 如今他在明 我们在暗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在军中挑选 可靠之人 组建一支部队 部归六部所管 由皇上和太子 直接管辖 暗中调查 赵王爷 与百官的勾结证据 好 好一个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萧将军此技甚妙啊 黄叔身份特殊 如果没有铁证如山 根本动不了他 我今日就去找赵统领 商议此事 萧将军可愿 为此部门取名 持天子奉务 锦衣也行 就叫锦衣卫吧 不合 好 那就叫锦衣卫 萧将军可愿 做锦衣卫的统领 殿下 不是微臣不愿意 只是锦衣卫极为特殊 我曾设想 锦衣卫 可以监察百官 由皇上和太子 直接管辖 乃是属于陛下 与太子殿下的耳目 如果有任何风吹草动 太子和陛下 便是第一个知晓 这种特殊的部门 您放心交给别人吗 殿下 万万不可 萧将军 你当得了本宫这一败 我大魏有你 是本宫之幸 是万您之幸啊 多谢殿下夸赞 我的心愿是 大魏能够强盛 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足矣 本宫又何尝不是所愿 如今大魏连年征战 境内天灾频频 是天要亡我大魏啊 河北凉荒一事 我想各种办法都无法周全 萧将军与蔡相的赌斗 定会保萧将军周全 是在人为 我与蔡相的搏斗 并非是打中脸床胖子 萧将军真有办法 解决梁荒一事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之仗 现在国库空虚 百姓手中也无银两 大魏的银两每天支出都是固定 那这些银两 萧将军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八成的银两 都在那些大臣和各地官员手 他们行贿受贿 各个负的流油 如果抄他们的家 那这些银子 就是你的 本宫也想过这个办法 但是说时容易 做时难 可是朝中势力与地方官员勾结 含根错节 牵一发而动全身 官官相护 我手里没有证据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殿下不必担忧 我们手里没有证据 但是有人手 有大量证据 谁 刑部尚书 张昭 张昭乃是菜象一派的人 他会帮本宫吗 殿下只需 把他孝敬宫 我自有妙计 陈张昭参见太子业三 见过萧将军 张大人无须多言 坐吧 谢殿下 不知太子殿下 今日照臣前来 所为何事 本宫今日请张大人入宫一续 实则是为了河北凉荒一事 河北 河北凉荒 太子殿下 臣乃是刑部尚书 主要的责任是同管各地的官员 以及案犯之事 对于赈灾呢 是非本臣之擅长 殿下 那么据我所知 这赈灾之事 难道不应该由 萧将军 来讽划的吗 萧将军确实有救灾梁侧 可这梁侧 却在张大人的身上 本官都不知道 本官有什么梁侧 如若萧将军不弃 但凡之说 本官昔二恭天 众所周知 张大人掌管着大魏 大大小小 所有的案件卷宗 如今大魏国库空虚 文武百官 理应为皇上分忧 还请张大人 列出一份名单 好让我 向各位大臣 借些赈灾银了 萧将军出此言 到底是何用意 本官 自上任刑部尚书以来 一直梁袖清风 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会赌 难道 您是在怀疑本官 列业职务之边 宗宝四囊 贪赃枉法 不不 张大人误会我的意思 我当然相信张大人 公正便宜 我只说了 借 可没说要查呀 萧将军不必多说了 此事 祝本官无能为力 不过 可北梁荒之时 臣也有所耳闻 但在灾云时 臣也是挺心急事 若太子殿下不弃 臣愿意拿出 今年自己整整一年的凤路 共计一百两文银 捐赠于灾区 一切燃眉之急 有多少个一百两文银 才能买得起 你在承熙的那间院子 萧将军 你 说这话什么意思 据我所知 张大人 你有三房小妾 承熙有一处院子 城北有两处 蔡相在六十大寿之际 您送出了 一个半人高的玉佛 你 太子殿下 他在寒雪喷人呢 自取乌有 你不要冤枉于我 你我之间的对话 太子殿下 听得清清楚 这次殿下不相信 可以去张大人 找查上一查 一查便知 张大人要是觉得 萧将军在冤枉你 我们不妨这样 不妨便让萧将军 带人去看我 也好还张大人的 清白不适 来人 在 太子殿下 真有罪 真有罪呀 张昭 太子殿下还敢撒谎 你是不知道 死是怎么写的 我跟罪恨贪官无力之人 直接砍了 太子殿下 若是太子殿下能够 能够绕生一命 臣什么都愿意做呀 你们两个先下去 是 你们两个先下去 是 殿下 张大人虽然做了不少措施 但认错的态度就不诚恳 还请殿下 给张大人一个赎罪的机会 既然萧将军开口了 那我就给他个机会 起来吧 多谢太子殿下 张大人 是 您和蔡相 是何关系 谁 谁啊 蔡相 啊 其实 微臣与蔡相不曾深交 这是普普通通的 童谣之意啊 大胆 贴心抵护他不成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没有没有 开极殿下恕罪 臣 什么都说 其实 早在三年前 蔡相 就在私底下 找到微臣 他威胁臣 让臣 帮他压下 当年 抗云西洁篇军 军相 依试案 此案 事关重大 微臣其实也不愿意配合他的呀 但是他对臣白般的威逼理由最终 微臣 答应了下来 三年前愿往西径的军饷不翼而飞 至今都是一桩无头悬案 这事 居然是蔡相干的 你还真是见前眼开啊 这种事你都敢压下来 真不怕三十万边君把你生死了不成 张大人 蔡相有没有告诉我 这批军响 去往何处了 当年蔡相 只是教神 压下这桩悬案 但是其他的 他没细说 臣也没敢细问的呀 不过 蔡相曾经提到过一句 要将此音量送人 宋人 蔡相已是未及人臣 在我大魏 还有他需要讨好之人 这其他的 臣就只知道这么多 张大人 金城贪污的事情 你最为清楚 只要你将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写出 若能 仇集足够的赈灾银两 我可以担保免了你的罪 让你告老还乡 朝廷再不追紧 多谢太子殿下 好好好 那微臣这就下去 翻越卷宗 让他们一个都逃不了 滚吧 别甩花药 否则 郑廷轩的今日 就是你的下场 微臣 告退 肖将军的手段 真是令本宫佩服 你是如何知道 张昭有如此多隐秘之事的 张大人是刑部尚书 再加上有菜香作宝 平日的行事本就无比猖狂 只要稍加打听 金城中无人不晓 既然人尽皆知 那为何本宫却不知道 皇宫是大魏的权力中心 他就像牢笼一样 出又出不去 进又进不来 日后太子殿下为君 还希望殿下 能够多出去看看 萧将军真乃大才 一席话 让本宫受教了 殿下 蔡相贪污君想一事 还希望殿下暂时保密 为何 只要张昭拿出罪证 就可以将他捉拿归案 三年前 四国联军进攻大魏 而蔡相又在三年前 贪污了君相 殿下 这件事 也未必太巧合了吧 你是说 蔡相 与一族有勾结 我也只是猜测 并没有实际的证据 现在当务之急 是解决赈灾的问题 大魏现在并没有粮草 不过 匈乌国王在我们的手 我们可以和他们互施 购买他们的牛羊 用来赈灾 还是你想的周全 今日公部传来新消息 说火枪铸造 有了新的进展 我已经让公部的人 拿到将军府来 太好了 我现在就去看看 蕭将军 我等按照图纸上的模型 已经感知出了 第一批的零部件 请蕭将军过目 若不是蕭将军 给予的图纸十分详细 这些部件 我们还要打造 好长的时间 蕭将军 虽然我们已经制造出了 火枪的全部配件 但是此物如何组装使用 还请蕭将军 为我们演示一下 无妨 死物 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这若是打到人 恐怕会当场毙灭 若是我们大卫 有一支这样的火枪队 那么在战场上 肯定会被打到人 会所向披靡 无人能敌啊 火枪可否批量制造 回禀孝将军 这个物品工艺极为繁琐 如今我公布 所有工匠参与其中 赶紧赶制 这才获得了第一批二十八火枪 这都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有余 不行 一个月太久 边境的三十万大军 撑不了多久 以公布的名义 在大卫境内 召集能工巧匠 务必半个月 打造出第一批火枪送到边境 大炮制造的如何 小将军 大炮制造有备时负责 目前已到最后阶段 不过大炮的工艺难度 更是高于火枪数倍 半个月内 恐怕也造不了锦门 无妨 大炮只是用来震慑的 半个月内 只要造出三门足矣 三门的话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手 应该勉强可以完成 到 禀将军 宫里来人说 将此物交给将军 还请将军过目 小将军 若是没有别的事 我等自行告退 等等 火枪和大炮是重重之重 关系到我们大卫安危 还请二位工匠 务必多多上心 是 是 残葬王法草间人灭 强强名女 大卫是养了一拨老鼠吗 哈哈哈哈 小将军 数日不见 甚是想念啊 赵总理 请坐 赵总理 你何时回来的 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我好给赵总理 冲冲起 小将军任务在身 我自然不敢打扰啊 不过小将军的事情 我从太子人听说了 没想到啊 我出征的时候 小将军才刚刚展露锋芒 如今 你是我大卫的中流砥柱了 赵总理谬散了 敢问赵总理 你可知道 顾郎他们三个人的消息 他们三个暂时安全 但是挟持匈无国主 也不是长久的计 这样下去 他们肯定会在危险之中 赵总理所言极是 我准备半个月之内 解决匈无之乱 把他们赶到末部 永不侵犯我大卫边境 凶无侵犯我中原有数百年之久 历朝历代都想解决 小将军有如此雄心壮志固然是好 但是半个月之说 未免开玩笑了吧 道统领 我并非在开玩笑 只要有了这个武器 我大卫 再无人敢侵犯 这 这 这 谁要是拥有了这个武器 谁便拥有真理 萧将军 这件神兵利器 可否借我一看 哇 没想到这个 小小的铁管里 射出 如此威力强大的铁弹 让人匪夷所思啊 诶 赵总理 切勿把枪管对准自己 万一走火 性命难保 好好好 萧将军见笑了 我是见恋心喜 赵统领今日找我 可否是太子殿下的意思 正是 张昭认罪服法的罪状 已给太子 太子见后大怒 封锁了京城 并允我 亲率进军辅佐萧将军 张昭给的名单上 唯独没有一个人 萧将军说的是 王爷 赵真 萧将军 王爷是陛下胞弟 多年不上朝 好 我看萧将军还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好 如果只是贪了些银子 那就算了 可是三年前 菜相贪污均行 多少银子不翼而飞 我想 背后应该是王爷在指使 王爷贪这么多银子干什么 他只是游山玩水 饮酒作乐 花不了多少银子 他醉翁之意不在即 如果查云属实 那王爷 必定所拟甚大 萧将军您的意思是 赵统领 你我不妨去王府走一趟 但是张昭认罪的名单之上 并没有王爷 我们贸然前去的话 就怕王爷闹到陛下 和太子那里 不好收场 再说了 若是王爷真是谋划了一切 我们这不是打草惊蛇了 这份名单 除了张昭 只有我和太子知道 具体的内容 我说什么便是什么 王爷这些年 安逸太起火 不如随我 让他忙活一起 太子命我来辅佐萧将军 一切听萧将军的 赵统领 我命你 让禁军 去搜索名单之上的大小朝铲 手腕一定要硬护 若是有人不服 可以就地正法 要是有人动用武力 可先斩后奏 跟我一起去王爷府 会议 行程与一夕之间变得风声鹤唳 本王此次上朝弄出的动静 太大了 王爷 据宫里的暗线传来消息 太子和萧天臣 打算抄一批贪官的家 用作赈灾的响银 刑部掌握着 大魏大大小小的案件卷宗 张昭今日 突然被召进皇宫 之后便再无消息 一定是太子和萧天臣 撬开了张昭的口 不然不会掌握 那么多贪官的罪证 可老臣 还是低估了此人 此人深得太子信任 如今已成了心腹大患 张昭之事 会不会牵连 你我 我也放心 此事绝不会牵扯到王爷 老夫做得极为隐秘 张昭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如此便好 若还是我那个废物哥哥处理朝政 对不起来会轻松得多 可如今是赵清代理朝政 本王的职啊 可比赵广 难对付太多 王爷 不管是谁当朝礼政 当务之急 是要逼迫大魏与四国签下条约 孰孰民怨废 天下大乱之际 王爷只需正毙一呼 可周成 争相呼应 到那时候 谁敢阻挡王爷不法 哼 说得轻巧 此国联军拿了本王那么多钱 结果被西境一座小小的石栋城 倒进去 如果不给边境足够的压迫 本王如何行事 是 争相 你马上写密信告知四国 就说我赵真的东西没那么好拿 是 如果想要我大魏割地赔款 就给我玩了命的工程 是 此时老臣立即回去办 报 冰王爷 天策将军肖天臣 立于统领 带领一队禁卫军 如今在王府门口 说要禁府搜查 小的实在拦不住 满了天了 连本王的府邸都敢搜查 谁给他的胆子 蔡香 你不是说此事不会牵连到本王吗 王爷 老臣可以保证 三年前军享一世 所有知情者 都被老臣秘密夷处理 绝无一个活口 若是萧天臣 与赵月已经掌握了证据 不怕早知带禁军围了王爷府 破门而入 怎么会如此客气 既然如此 本王倒想看看 他们想要干什么 云来将党 水来土掩 王爷不用担心 就算太子他们知道了军享一事 又能怎样 手里没有证据 也拿王爷没办法 让他们进来 是 贸然到访 还请王爷勿怪 蔡香 蔡香怎么会在王爷府上 今天还真是巧啊 萧将军赵统领 听闻王爷得了一批好茶 老夫呀 平时就这么点爱好 特意到王爷府 跑一杯茶水尝一下 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萧将军与赵统领是贵客 还不快去上茶 是 王爷息怒 二位坐 走 废线 小将军 昨天早朝之事 我与将军发生了些口角 此乃 政见不合 不过 萧将军 抽机赈灾银两 能想出如此妙计 老夫你却十分佩服 蔡相谬赞 其实 我盯蔡相丞相的位置 已经很久了 蔡相年迈已高 等我解决完赈灾之事 我就向太子 去提议 让您告老还乡 不知道蔡相 意下如何 老臣历经三朝 今日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至于丞相一职 自然是有德者居之 萧将军若是有此能力 老臣自然愿意成全 不过萧将军 若是想完成赈灾 光有银子可不幸 毕竟银子 不能填饱肚子 可大卫啊 现在最缺的就是粮食 可老臣实在想不出 萧将军怎么把这些银子 变成粮食 我 蔡相可知 匈屋退兵 匈屋退兵 莫非粮食还有关联不成 匈屋退兵 是因为萧将军 派亲信潜入匈屋王庭 别吃国主 令他们退兵的 现在匈屋国主 在我们手上 匈屋最不缺的就是牛羊 你可知道一斤牛羊肉 可比一斤粮食 能让百姓更填饱肚子吗 恶极之人 怎么能称他为圣物 那些灾民不需要吃饱 只要饿不死就行 等来年粮食收成 灾荒自然就解决了 小小军啊 我真是大财 老费啊 自愧不如 只不过 开箱 你们知全的事 可以撕下去的 本王想知道 萧将军今日 来到本王府上 所为何事 刑部尚书张昭 他已经认罪 而且列出了 所有贪污受贿 这些官员的名单 王爷和蔡相 你们也在其中 一派胡言 本王与蔡相 他张昭好大的胆子 张昭如今在哪 本王要与他当面对质 张昭此举啊 明明是知道自己 无罪可受 狗鸡跳墙 乱咬人吧 萧将军 不会连这些 荒谬之言也会相信吧 蔡相说得极是 如果我儿人相信的话 恐怕早就带兵 前来王府 进入二人前来 就是因为 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 小将军此言何意 本王听不明白 我也是奉命行事 太子命我 查清楚名单上的 所有大臣 无论是九品小官 还是皇亲国戚 一个都不能少 还请王爷 行个方便 大胆 竟敢搜查本王府邸 你问问你自己 脖子上 砸了几颗脑袋 王爷 我也是奉命办事 还请王爷不要阻拦 来人 给我搜 本王看谁敢 赵王爷 我本以为张昭 所言是子虚乌仰 没想到王爷极力阻拦 莫非是做贼心虚 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吗 本王自皇兄登基以后 便不再上朝 议论国事 本王远离朝政 可不代表本王就是软柿子 想怎么拿捏 就怎么拿捏 莫非今日王爷 真的还要和本官 作对不成 事又如何 本王有先帝旨意 刀剑不得加身 难不成你还想杀了本王不成 今日谁敢搜查府邸 本王与他 不死不休 萧将军 万莫出动行事 小习臣 你好大的胆荡 竟敢杀皇上的亲弟弟 此剑乃是皇上贴身配剑 免剑不见圣上 谁再敢拦我 阁杀无论 刀剑无也 王爷还是不要乱动 给我进去搜 萧将军如果非要搜 那请自便 本如果搜不到 萧将军想要的罪证 本王 必定上达天厅 向陛下讨要一个交代 此事与我不关 萧将军 你的办事风格可真是雷厉风行啊 刚才我真怕你杀了赵王爷 他要是再敢所谈 我一定杀了他 将军 这是在王爷卧榻之上 搜出的龙袍 赵王爷 你身为王爷 私藏龙袍 是否要谋逆啊 此物乃先帝御赐本王之物 宫中早有记住 萧将军 确实先王在世时 赐给了王爷一件贴身龙袍 还有没有搜到其他的遗物啊 鬼禀将军 房间内没有搜到任何可疑之物 王爷身价尊贵 可不要冤枉了王爷 将军 任何角落都已经搜查过了 萧将军如今 可满意了 何有本王罪证 萧将军今日所为 必定会 上奏陛下 王爷身份尊贵 岂能容你 如此欺辱 萧将军 还拿着龙袍干什么 难不成想自己带回去 试一试 这龙袍的滋味 下官岂敢 王爷 王爷和丞相 表情如此凝重 放轻松点 下官也是奉命行事 还请王爷海寒 我以茶代酒 向二位赔个不是 你们还立在这里干什么 莫非还想叨着王爷的清静吗 到门外候着 王爷 蔡下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那我和赵可林 就先告辞了 小天臣 你以为本王的府邸是街边的菜场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听王爷此话的意思 你以为本王的府邸是街边的菜场 莫非想让我唐漆留在府邸上 王爷 行义之事 小将队多有得罪 但我们也是奉太子之命前来调查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放在心上 你不要拿太子呀本王 你不要拿太子呀本王 本王可不吃这一套 小天臣 你在本王面前跪下 磕三个头 本王也不再追求此事 看来王爷还是不了解我呀 我萧天臣跪天跪地跪父母 你不配我跪 萧天臣 这天下可是姓赵 你是大魏的臣子 我是赵氏的宗亲 你敢不跪本王 萧天臣 你目无尊丧 不请皇族 这是不请陛下 这是等同于谋逆 好一个谋逆 不知道我和王爷之间 谁才是谋逆之臣 若是王爷不愿 大可去皇上那里 谈何于我 萧天臣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 此事一笔勾销 我 敬你是王爷 我不敬你 你什么都不是 我想走 你拦得住吗 从来没有人 从来没有人在本王府里如此放肆 从没有人 王爷 王爷息怒我 告诉公主的案子 我明天不想再见到他 我要让他死 王爷 冷静 一定要冷静 萧天臣今日 来到王府 他打草青蛇 反而不断地刺激王爷 一定是有所图谋 你怎么 你继续说 王爷 此刻 贸然启动宫中案子 末年的谋划 都将毁于一旦 走 走 走 扫免军进攻边境 小天臣离境 大魏 与死国签下条约 那时候 便是我的 骑士的最佳事迹 本王知道了 本王知道了 今日有些乏了 那我就不送财降了 那我就不送财降了 来人 告诉宫中寝宫的案子 本王要让萧天臣死 萧将军 本公听说 你与赵统领去了 皇叔的王府 可有收获 并无异啊 除了一件龙袍之外 没有其他特殊之处 龙袍 本公想起来了 此物乃是先帝所赐 难道说 皇叔并没有参与 三年前军饷仪式一案 不 正因为我去了王爷府 所以才确信 他有谋逆之心 此话何解 王爷的龙袍 是从卧榻之处走出 如果是先皇所赐 他定会视若真本 小心收藏 不会随意摆放 萧将军 这只不过是你的异端 仅凭一件众所周知的龙袍 就判定皇叔谋反 这是不是太过于 太子殿下 我在王府之中 曾故意激怒王爷 依王爷的性格 绝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他 无谋逆之心 他只会上奏弹劾为臣 但是可若是他也 这几日便会露出麻将 殿下多多注意 宫中便是 萧将军的提醒 本宫知晓 萧将军 你可知道 此次搜家 共搜出多少银两 本宫先前不知道 我大魏竟然养了 如此之多贪官无礼 搜金官四十八米 地方官员人数 共达到上百人 搜到的白银 珍宝 大魏更是无数 本宫恨不得生蛋其肉 臣有句话 不知当不当讲 但说无妨 臣建议太子殿下 不要再继续追查下去了 为何 如果继续查下去 能查出更多的贪官无礼 这样才能肃清证明 还我大魏 还我百姓一个朗朗乾坤啊 殿下可曾想过一件事 大魏有如此多的贪官 并不是一朝一夕行程的 殿下的想法 臣自然明白 可若殿下 将大魏上上下下的贪官污吏 连根拔起 弱大 弱大的大魏 该由何人去治理 难不成 就放着这些贪官污吏 继续摊下去不成吗 致大国如烹小仙 有时候需要大火蒙炒 有时候需要小火慢炖 贪官污吏的惩罚 需要日后慢慢去梳理 这些官吏之中 不乏有能力之人 大魏暂时还需要他们去治理 致大国如烹小仙 萧将军一席话 让本宫受益匪浅 若是我大魏 能够多几位像萧将军这样的人 那我大魏也不至于激弱于此 殿下如今既然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银两 那赈灾之事便由太子您去处理 去各地买粮以及牛羊 河北粮荒已经耽误不起了 萧将军将此事交给我 自己倒是乐得清闲了 臣有多日 魏僧陪伴您宣了 还请太子殿下成全 去陪宁轩一段时间也好 这几日宁轩对本宫多有微词 等过了这段时间之后 本宫向皇上提起你和宁轩的婚事 天臣 有时我真的不知道 将你带进皇宫 让你卷进皇家朝堂纷争 究竟是对还是错 傻瓜 想什么呢 我至今痛恨一族 国泰民安是我的心愿 封侯并非是我的心意 但愿四海清平 公主殿下 萧将军 御膳房送的膳食到了 平日都是王公公前来送膳 今日为何不是他呀 陛下有急事召见王公公 临走时吩咐奴婢 奴婢为公主殿下送饭 行去吧 天臣 天臣 我也有些饿了 不如我们先去用膳吧 好 公主殿下 萧将军 请尽快用膳吧 等一下 等等 你先吃 这奴婢这卑贱之身 岂敢用善 借过萧将军的好意 我让你吃 你便吃就是 是 好 天臣 说 谁派你来的 你 你是怎么识破我身份的 一开始我就知道 御膳房根本没有王公公 到底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赵真 宫里还有多少戏座 哈哈哈哈 你 你休想从我的嘴中 得到半点消息 天臣 你没事吧 啊 我没事 只是证明此事 眼看刺杀败露 便服毒自尽 到底是谁敢这么大胆 敢入宫行刺 王爷赵真 赵真 报 太子殿下急诏 萧将军入宫 皇叔竟然真敢派人入宫行刺 殿下 恐怕王爷早就急不可耐了 本宫让锦衣卫 又把三年前响音一事 诸多证据 都指向蔡相与皇叔 更是在京郊之地 抓到了一批戏座 只可惜 让这些戏座都死了 殿下 你深夜照我入宫 到底所为何事 莫非 是因为西晋之变 萧将军所料不错 近几日 四国群猛攻城 西晋无人主帅 死的死 伤的伤 西晋更是岌岌可危啊 臣明白 我连夜出发 赶往西晋 本宫已让赵统领先行一步 带领八成进军 赶赴西晋 此事 殿下为何不和我商议一下 禁军离京 王爷火事单单 万一发生了变动 金城 谁来保护我 此事事关重大 西晋 不能丢 一旦丢了 大卫彻底玩完了 即使皇叔想要皇位 我也不相信他敢在如此危机时刻动手 你放心前往便是 事已至此 太子多保重 等我击退了四国 急速赶往回京 去吧 老臣连日上走 太子都不愿签下和谈文书 既然不愿签 那我便不要这起兵的名头 如今西晋战事到了最危险的问题 肖天臣和赵岳离京 竟成防武空虚 王爷 这是最好的时机 人王谋划多年 成败在此一举 通知公众案子 封锁公门 府中八百死士 把持入宫所有要到 起兵 行事 我的好侄儿 你知道王叔为了坐这把椅子 等了多长时间了 整整三十年 今天 我终于得偿所愿 牟权篡位 残害宗亲 照真 你会被定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冲万年 好侄儿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你还是太天真了 赵王爷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呀 肖天臣 你不是死在西境了吗 就凭那些异族砸碎 也想杀我 赵王爷 你私通四国 把原本属于大魏的军想给了四国 一手策划了边境之战 边境的百姓 生灵涂炭 赵真 万死 难逃其咎 是 是 天臣 好近今天想过 让你当大魏的皇帝 难道你从来心动过吗 当皇帝多累啊 每天忙来忙去的 当不了 我可当不了 肖天臣 肖天臣 我们又见面了 肖天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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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见面了 请订问 请订问 光帝多词 本蓝 词 请订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